哎 教授 终于有了大发现 是啊 阿尔纳神话中出现的灾难怪兽 双面雷火兽 竟然真的被我们发掘出来了 费这么大劲 总算没白忙一场 是啊 教授 说起来还得感谢水箭公司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教授 教授 出大事了 怪兽他 难道他已经苏醒了 什么 双面雷火兽其实并不是一直沉睡 而是每经过三百年就苏醒一次 现在看来他已经醒过来了 知道了 这件事就交给你们调查 记住一定要秘密进行 我不想宇宙守卫队的秘密再一次被暴露 双面雷火兽 是的 一个科学论文杂志里提到 说发现了神话中的灾难魔兽双面雷火兽 但他们在准备正式调查之前 这个魔兽就突然消失不见了 嗯 听好了 这阵子我们得加强警戒 嗯 有情况 星元世界外出现不明飞行物 看上去好像是宇宙飞船 宇宙飞船 要去调查一下吗 当然 这次我也一起去 说不定又是像毒牙怪和阿尔伯特那样凶恶的外星人 那宇宙飞船 蓝洛轩 好久不见了 秦风 云瑶 太棒了 竟然能采访到神秘的名侦探沐清风 这次我要好好采访一番 不过 我跟你们一起过去 没关系吗 哎呀 放心吧 清风我了解 他这个人最喜欢热闹了 秦风 各位 请进 好漂亮啊 秦风 这位是 等候你们多时了 秦风 云瑶 还有龙臣飞 是你啊 我们在宇宙守卫队总不见过 宇宙守卫队 当时真惊醒啊 那行星寄生兽可厉害了 哎 还好有我龙战士挺身而出 几招就把他击败了 陈飞 哎 盗嘴吧 陈飞 你刚才说你是龙战士 呃 你 你是龙战士 陈飞 你不是在开玩笑的吧 看来 神海长官说得没错 也只能这样了 是吗 少姐 美琪 不用担心 我只是删除了 他们脑海中一些不该存在的记忆 西山楚 真的假的 呃 我在这干嘛 我记得 我们这次是来采访清风的 没错 采访已经结束了 你们现在正准备回家呢 呃 是吗 是的 没错 是这样啊 那清风 今天谢谢你了 我们走吧 哦 这个记忆消除光线真不错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身份暴露了 真是的 这就不是重点好吗 洛轩 你不是长官的秘书吗 怎么到这里来了 我是来执行蓝星支部的监视任务 监视 不久前 龙战士的真实身份 和宇宙守卫队的存在 暴露给了蓝星防卫军 这是前所未有的 重大机密泄露事件 好了 为了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这段时间我会禁忌力监视各位的 竟然是我们 啊 好怕怕 云瑶 先说说你 啊 我 遇到不明怪兽 本应迅速捕获才是 但你却带入私人感情 试图说服那个蓝星少年交出怪兽 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还有清风你 啊 我吗 你伪装成侦探 与人类进行了多次非必要的接触 增加了身份暴露的危险 嗯 我们今后一定会注意的 嗯 都是些小事 不至于吧 再说了 他们又不是故意的 龙臣妃 你的问题可比他们严重多了 不会吧 你随口就把自己龙战士的真实身份 暴露给了普通人 我可以断定你一点保密意识都没有 哪有 刚才只是意识 总之 今后我会随时对各位进行监督和指导 希望各位聚集配合 哎 同学 针对最近星云市出现了一位龙战士 能谈谈你对他的印象吗 龙战士 世界上最帅的战士 哦 嗯 那个 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嗯 奇怪 明明去采访的金风 为什么什么都没有拍到啊 你 我当时好像应该有听到了什么劲爆的事 对了 那个陈飞 你有印象吗 啊 这个 这个嘛 陈飞 注意保密哦 啊 啊 陈飞 怎么了 哦 没 没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 哎 怎么去哪儿 都感觉有双眼睛在盯着我 哦 哦 嗯 嗯 好香啊 肚子都太饿便了 嗯 嗯 懒陆徐 干嘛 我可什么都没说 光吃肉怎么行 吃东西要讲究营养均衡 蔬菜不能少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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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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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又怎么了 看漫画的时候不能用手夹薯片 用这个吧 哦 原来已经这么晚了 赶快收拾一下准备睡觉吧 早睡早起才能身体好 明早我来叫你 哦 还有 睡觉前不要忘记刷羊 哦 蓝洛轩 你过分啊 那是因为陈飞 你的行为不符合龙战士的身份 明明大部分 都是和龙战士无关的事啊 我的私生活 和龙战士有什么关系啊 错了 两者的关系非常大 龙战士的战斗能力 取决于你的身体状况 规律的生活 能让你身体保持最佳状态 进而保证战斗能力 对 总而言之 我所做的这些事情 全部都是为了你好 希望你能理解 并好好配合 那也要有个度吧 你就当是个纠正坏习惯的机会呗 尝试规律的生活也不错嘛 你说得倒挺轻巧 被定的人又不是你 啊啊啊 李震 难道有怪兽出现了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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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说对了 系统监测到 郊外的采石场地下 好像出现了怪兽 嗯 轮到我出场了 我走了 你 怎么啦 大家快看 在我身后 有一只双头四臂的怪兽 正在肆意破坏惨石场 龙战士会不会出现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龙战士 星云 变身 喂 敢不敢和我来一场 正难道 是双面雷火兽 双面雷火兽 科学杂志里看到的 双面雷火兽是在某个神话里出现的灾难魔兽 神话 那它岂不是很强 嗯 因为这种神话或者传说 往往隐藏着某些真相 陈飞 根据杂志上的信息 双面雷火兽头上有角 那里可以喷出闪电和火焰 你要小心啊 炭灰火兽头上有红尧 可以喷出闪电和火线 一些水 和火车 有红尧 一红尧 前头上有红尧 还是先撤退 观察一下再动手吧 别战斗 别了解不就行了 陈飞 你可真大胆呢 那就是陈飞的战斗方式 普通攻击 根本伤不到他 那就召唤星人神剑 星人神剑启动 星人神剑 怎么样 竟然再生了 好啊 那我就将你彻底粉碎 天啊 怎么可能 陈飞 在他完全再生之前发动攻击 既然彻底粉碎也不行 那我就整个烤了他 天啊 飞火流星 射箭 射箭 观众朋友们 怪兽被打败了 我们的英雄龙战士 胜利了 这种程度小菜一滴而已了 干得不错嘛 好样的 陈飞 洛萱 你怎么了 云阳 还有件事情需要你去调查 云阳 嗯 查得怎么样了 洛萱 和你预想的一样 双面雷火兽 还活着 什么意思啊 双面雷火兽还活着 很可惜 但这是事实 我们已经证实了 镶嵌在两个额头的核心 是它可以再生的原动力 如果不能让这个功能失效的话 核心会不断再生分裂 啊 原来是这样 内下会能再生 是因为核心的力量 如果想要破坏核心 就必须阻止核心相互再生 所以你必须要在同一时间 破坏两颗核心 这样啊 好 知道办法就简单了 这次复活的话 不 以陈飞现在的能力 是不可能的 什么 那是什么意思啊 考虑到双面雷火兽的 再生速度 你必须要在 零点零零三秒之内 同时破坏核心 这可不容易 陈飞 这么细致的动作 你还做不了啊 总会有办法的 交给我吧 问题就在这儿 我通过最近对你的观察 得出了结论 陈飞 你作为龙战士的战斗 是值得被肯定的 但你感性的性格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很大 如果再这样执行这次任务 成功率预计为百分之六左右 那要怎么办啊 需要进行特训 在这里特训 体能训练系统启动 哇 这 这里是 怎么回事 我什么时候变身呢 龙战士的训练系统 已经启动 太厉害了 就像是AR游戏 感觉好刺激啊 这是什么啊 这个机器人叫英勇狮王 约含着星元兽的能量 哦 狮王 星元兽的能量 星元兽是什么啊 就是守护银河的精灵 把他的能量转移到了这个机器人身上 虽然没听懂 但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我已经感觉充满力量了 是因为星元兽的能量 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龙战士的斗志 但同时 你的能量消耗也会增大 所以战斗士要注意这一点 没错 所以陈飞 你以后可要多加训练 好好运用星元兽的能量 嗯 交给我吧 嗯 好的 而这个空间是为了让龙战士 能够进行与实战一样的训练所设立 历代龙战士 都是在这里进行训练的 到暗存取 导入双面雷火兽的数据 哦 这家伙是双面雷火兽 没错 我参考数据把它再现出来 包括他核心的再生能力 那我现在 要和这家伙特训了 那这边就交给你了 我去查看一下双面雷火兽的动向 好的 云阳 陈飞 准备好了吗 当然 开始吧 必须要在双面雷火时候 发射闪地和火花时 把核心击破 就是现在 完美 怎么再生了 零点八秒 你慢了 再来一次 这次怎样 我慢了 好生气啊 再来 又失败了 陈飞的特训怎么样了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熟练使用星元兽的力量 看来不容易啊 清风 我觉得陈飞他缺乏作为龙战士的资质 是吗 维护和平是龙战士的使命 所以需要他们控制情感来取得最大成果 但陈飞是完全相反的 他非常感性 容易冲动 照这样下去 他会很难执行任务 我还是觉得清风你更适合当龙战士 你也知道 我在半年前的战斗 失去了变身的力量 清风 而且 我认为陈飞有充分的资格 担任龙战士星元 陈飞的表现不太稳定 这你说的没错 但他有股绝不放弃 不妥协的韧景 能让他取得最终的胜利 我认为这是这种珍贵的情感 能让他担任龙战士 情感 我 我理解不了 你迟早会知道的 能独家采访怪兽发掘团队 这期视频肯定爆 谢谢你啊 不用客气 我一定要拍到超热门的视频 怎么回事 地震吧 是怪兽 快跑啊 还没结束呢 陈飞 双面雷火兽出现了 特训暂停 去消灭双面雷火兽吧 好的 陈飞 这是世王能量核 便身为龙战士 一起战斗吧 交给我吧 我先走了 天哪 天哪 这次我一定要消灭你 龙战士星云 变身 失望能量核 星云双剑 救命啊 停了 就是现在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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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啊 救命啊 陈飞 为什么要挡下古兽 把他避开 少计和美琪在建筑物里面 你说什么 失望 我去救他们 拜托你了 没法通静啊 尘非 你不能再和怪兽战斗时 丢去保护建筑物 我觉得应该先把攻击怪兽放在首位 你是叫我放弃我的朋友吗 不 不再难时少奇和美琪 这条街上还生活着很多人 任何一个人都很重要 你是要我放弃他们吗 但就算是在没有阻碍的前提下 你达到双面雷火兽的概率 也只有3% 更何况现在 我会打败他的 我会打败怪兽 保护大家 这就是我的战斗方式 我实在无法理解 这么艰难的情况下 你到底要怎么做 不 是陈飞的话就可以做到 需要顶住啊 龙战士星云特别的损伤程度 接近90% 5秒后 躲避的功能将停止 陈飞 双面雷火兽正在产生高度能量 快躲避冲击 龙战士星云 陈飞 加油 龙战士星云又比损伤程度超过100% 秦飞 继续这样下去 大家都会受伤 至少要让龙战士星云先避开 秦飞 快下指示 加油 龙战士星云 陈飞 还能坚持下去吗 加油 加油 我可以 那好 拜托你了 龙战士动起来了 他双臂的功能应该停止了 怎么会这样 是陈飞 想要保护某人的情感 让他动起来了 无法理解 这不符合科学 偶尔也会发生科学解释不了的事啊 地球人将它称作奇迹 奇迹 龙战士星云又在产生高度能量 怎么办好呢 狮王 龙战士星云 拥有狮王形态 龙战士星云 拥有狮王形态 这个样子是 守护者和龙战士星云结合了 太惊人了 没想到能亲眼看到狮王的最终形态 真不敢相信 这么短的时间 就掌握了狮王的力量 陈飞的真正价值 总是在这种时候发挥出来 明明刚才龙战士星云获胜的概率 只有百分之零 但现在百分之百 这就是狮王的最终形态吧 感觉全身充满了力量 这次 一定能赢 必须要抓住那家伙 同时发生火焰和闪电的一瞬间 就是现在 给你看看客气的成果吧 陈飞 解决掉了 太好了 核心被消灭了 干得好 我实在无法理解 陈飞在训练时从没有成功过 却能在实战中取得胜利 不是说了吗 那个叫做情感的力量 情感 干杯 好好吃啊 果然胜利后吃的点心 味道更美味了 胜利的味道 是和平时的调料不同吗 没有没有 味道一模一样 这是庆祝胜利 大家一起吃 味道更好了 我以前也不知道 原来饭要一起吃会更香 更好吃 果然我还是理解不了 但是情感的力量 确实对打倒怪兽 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我打算 学习陈飞你的情感和行为 那你努力试试吧 干 干什么 过度摄取碳酸饮料 有害健康 你一天只能喝一罐 还说下午学习呢 陈飞 陈飞 不能混为一谈 以后我会继续监视你 让你获上符合龙战士身份的 别力生活 你就放过我吧 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是什么 当然是我成为龙战士星员 刚好半年的日子了 你还是我日子啊 原来如此 已经过了半年了 所以啊 我们要开庆祝派对 不仅是点心 我还准备了各种食物 大家一起来吃吧 都是你准备的 哦 为了扣劳你这半年的努力 一起吃一顿好的 还不错吧 果然还是清风好说话 不能太宠陈飞了 清风 其实不止陈飞 云瑶和骆轩也是很辛苦的 要不用侦探事务所的名义点餐 太棒了 我来店可以吗 偶尔像今天这样聚一下餐也不错吧 好像还行 云瑶和骆轩 你们有什么愿望或者目标吗 我倒没什么 换作是我 如果能结束目前 进行的研究的话 那我应该会很满足 清风你哪有吗 我 我希望 星园是一直充满欢声笑语 让这个地方变得幸福 也是我的幸福 除了这些 没有别的了吗 就比如说 想成为长官之类的 果然清风和陈飞不一样 不一样啊 希望以后也能像今天这样快乐啊 你这小子 美好的一天结束了 欢迎各位来到少杰的直播间 每周二深夜进行直播 今天的新闻是 星园市首付发射的火箭 再次失败了 这真的是太可惜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看来他还在尝试啊 不会觉得腻吗 下次庆祝聚会还要好久啊 睡得真舒服啊 早上好 成为龙战士星园半年的第一天 今天也要加油 半年的第一天 你一直在数着时间吗 根据数据显示 今天正好是陈飞成为龙战士星园半年的日子 啊 原来如此 已经过去半年了 看来要办个庆祝派对了 不是 派对我们昨天不是办过了吗 昨天 你说什么呢 不是啊 昨天我们开了派对 也一起吃了好吃的呀 昨天什么事都没有啊 陈飞 你没事吧 看来你最近是太累了吧 是那样吗 奇怪 昨天明明开了庆祝派对的呀 难道是我做梦了 陈飞 吃点好吃的 精神会好点的 啊 没错 应该是做梦了吧 哈哈哈哈 这样呀 味道真不错啊 嗯 那 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嗯 嗯 欢迎各位来到少杰的直播间 每周二深夜进行直播 今天的新闻是 星园市首富发射的火箭 再次失败了 啊 这真的是太可惜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下一条新闻 虽然今天感觉怪怪的 不过吃得开心就行了 一定是我自己搞错了 该睡觉了 什么 今天也是半年纪念日 今天也 你在说什么呢 原来如此 已经过去半年了 看来 要办个庆祝派对了 你说什么 嗯 哈哈哈 味道真不错 肯定是哪里搞错啊 已经是第三次了 同样的一天一直在反复 对 这个真好吃 而且除了我之外 根本没有人察觉到 哈哈哈 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么开心的日子 每天继续当然好 等等 重复着同一天 也就是说 以后每天都能尽情地吃到 这些丰盛的美食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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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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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哎 吃这个 每天开派对也太幸福了 每天 哦 是什么意思 没有 不用管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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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今天也特别好吃 今天也 嗯 没错 原来如此 来吧 试试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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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食物没有吃过呢 呃 呃 陈飞 嗯 我有话要跟你说 你跟我过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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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件事 想问你 陈飞 你是不是在重复着同一天 哦 因为 你像是享受过了好几次派对的样子 果然是乐轩 哈哈哈哈 你看出来了 那就是说 我们真的在重复同一天吗 啊 这个嘛 你说的没错 那你为什么不想办法去解决呢 因为我每天都可以吃到好吃的食物 所以我觉得很不错呀 啊 就为了这件事 好吧 我们一起赶紧解决掉吧 我们出手 分分钟就搞定了 真的能解决掉吗 你也太过分了吧 我作为龙寨人星员也战斗了半年了 而且现在洛轩你也在啊 但是 为什么一开始只有我察觉到在反复同一天呢 确实很奇怪 那这样的话先 和清风 云阳商量一下会更好 不 那个可能不太行 啊 为什么 其实之前我提到过一次啊 但是他们好像完全不信 还不是因为你平时的行为 嗯 不管怎样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他们肯定不会相信的 我们要先找到原因 话说回来 洛轩你是怎么发现 我一直在重复同一天的生活的 宇宙护卫队过去的数据 有类似的案例 和现在的情况很相似 太厉害了吧 之后 我再确认一下数据的详细内容 还有一件事情我刚想起来 什么 像这样重复同一天的事 是只发生在星元市 还是全世界都在发生呢 这么说 有必要确认一下范围了 如果不尽快解决的话 不知道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你不是每天都在享受美食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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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务之急事先确认情况 那小子是怎么发现的 我可不能放过你 宇宙守卫队总部 请回答 不行 还是联系不上 我想 应该是电波干扰通信 嗯 到星元市外面看看去吧 好主意 劝你们别做些没用的事 是谁 陈飞 那个手臂是怎么回事啊 太大了 无法估计它的大小 那把它就交给我吧 龙战士星元 解身 求你 开手 陈飞 我觉得刚才那个声音 是那个手臂的真实 好的 如果那家伙是重复 同一天世界的始作俑者 我是不会放过他的 呀 呀 解 吓 嘿 呀 呀 怎么回事 为什么打不中他呢 要怎么样做才能击退他呢 不对 他的一只手臂都这么大的话 整个身体干要多大呀 如果烧掉手臂上的毛 会不会觉得难受呢 陈飞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先试试烧掉那家伙手臂上的毛 调查的事情就拜托给你们了 说不定能查出什么来 好的 来吧 来吧 火焰形态 出 流星烈焰触击 这家伙不是真的 想外景吗 陈飞 在上空感知到了巨大的恒星能源反应 如果说必是幻影 那真生可能就在我恒星能源反应的地方 被打对了 那就努力给你看看 这就是手臂的真面目 这就是手臂的真面目 下手臂的真面目 看到那个下火修前的恒星能源似 真的好大呀 原来它有这么大的恒星能源 怪不得能制造出这么大的幻影 我叫梦幻巨猿 梦幻巨猿 你明明知道 纪念日是重复的 还很幸福 不是吗 那是你内心的真实想法 那 那是 不要否认 其他行星的人也和你一样 这个地方是我大造出来的模型和舞台 你们每天重复着同一天的生活 什么模型啊 我们并不是你的玩具啊 每天重复同一天 谁都不会有比现在更糟糕的事 这是很理想的 你觉得这样像话吗 不要否定你的内心 那是你的幸福 就是那个时候 是梦幻巨猿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幻影 不过了 消失不见啊 果然是幻影吧 哈哈 同样的一天又开始了吗 对了 其他人现在是什么情况 太好了 一个见到的人是你 啊 什么意思 还能是什么意思 要想办法打败梦幻巨猿啊 梦幻巨猿 好像在哪里听过 啊 又要再解释一遍 什么 我刚才在跟一个叫梦幻巨猿的敌人战斗 那个家伙 让我们一直都重复同一天的生活 重复同一天 记得它的特征吗 嗯 当然记得 那家伙很大 而且全是毛茸茸的 毛茸茸的 想起来了 我在宇宙守卫队的数据里见过 很久以前 它在宇宙边缘的星球上出现过 哦 好像我也记得你以前说过类似的案例来着 你知道吗 陈飞 据我所知 梦幻巨猿具有循环现象的能力 它把整个行星当成了自己的模型 那就是说 这个现象出现在了整个蓝星 如果能够打败梦幻巨猿的话 这个现象就会消失了 但是 要怎样打倒那个巨大的家伙呢 陈飞 现在你找到自己没有卷入循环现象的原因了吗 哦 我还没有 陈飞 你和其他人的区别 是可以变身成龙栈还是星缘对吧 我想 会不会是因为你有变身器的原因 不管怎样 都要告诉清风和盈瑶 一起解决这件事 我们每天都在重复着同一天吗 你在说什么陈飞 我们刚才还在跟梦幻巨猿战斗呢 太突然了 实在是难以相信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 陈飞 你是怎么知道我要说的话的 云阳你想说 既然要吃 比起披萨更想吃中餐 你怎么会知道 因为大家都在重复同一天 是不是说一下 你很能吃饺子 不 不能光靠这个就相信了 然后接下来 没错 梦幻巨猿它会出现在这里 梦幻巨猿 是引起循环现象的犯人 不 应该说是怪兽 是一个很多毛 而且好像有着强大恒星能源力量的怪兽 不把它打倒就无法停止循环 真是个死心样的家伙 怪兽又来了 陈飞 这是 请你们一定要相信 只要这样下去 蓝星会永远落入梦幻巨猿手中 好的 那就和他较量一番 应该是个不容小觑的对手 这回可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龙战士星元 变身 上次大意了 这回给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 反射形态 出 龙战士星元 反射形态 根据最新数据显示 梦幻巨猿可以利用幻影 给对方制造混乱 趁对方松懈时进行物理攻击 好的 那我就通过反射他强大的力量 打倒他 我已经知道那个是幻影了 就是现在 反射竞断 怎么回事 陈飞 那也是梦幻巨猿的幻影 啊 陈飞 尝尝这个吧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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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良哨子 是这种橙子 怎么用 我又回来了吗 梦幻巨猿很快就要来了 如果想到什么办法就告诉我 啊 梦幻巨猿 那是什么 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啊 啊 那是梦幻巨猿 没见过的怪兽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通过火焰的能量 烧掉那个家伙的幻影 会不会对他造成打击 哎 那个已经尝试过了 要不然你试试用反射静盾 反射他的攻击怎么样 那家伙的幻影很棘手 想光靠防御是赢不了他的 那么 陈飞 利用微缩能量进入体内进行攻击如何 哦 这次试试落学的法子吧 微缩形态 冲 龙战士星元 微缩形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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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我绝对不会输的 给你看看攻击形态的强大 流星毁灭射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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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怎么样 钻石龙卷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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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继续下去的话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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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等着呢 凡夫多少次都没用 你的战斗模式我都记住了 同样的攻击已经行不通了 不 我今天就要打倒你 云瑶 拜托你了 哦 我刚传送了继尸王能量盒之后 新的新兽能量盒给你 好 开始吧 出来吧 星元兽 哇 哇 这次我的力量可是升级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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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da 这个接住吗 嗯 嗯 嗯 什 什么 我的力量怎么会低不过 呜 呜 呜 哇 哇,好强啊! 这样下去,战斗会没完没了的 臣妃,赶紧和星元兽合体! 好,合体! 星元兽海装,日历金刚星海! 全身充满了力量,敢戏弄我们,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怎么会?这不可能! 如果你认为我之前攻击都是白费功夫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 我之前一直在攻击同一个地方,看来,你根本没有察觉到吧! 我通过星元兽的力量,变得更加强大了! 这回你可承受不住! 和预想的一样,王患屈原正在变弱! 我们,不是你的玩具! 你们怎么会不喜欢幸福的生活重复出现啊? 我是想过下一个纪念日! 从现在开始,我要为了以后的纪念日而战! 因为那是不会再回来的纪念日! 所以才有意义! 不要随便夺走! 我们的明天! 让结粉碎群! 哇!怎么会这样! 这就是人类每天一点点进步的力量! 这不可能! 你竟然过坏了我伟大的墨石! 我赢了,对吧! 漂亮!你打败他了! 终于结束了! 陈飞,要迟到了!快起床! 居然是妈妈叫醒我的! 那么今天,是前夕的一天! 前夕的开始! 太好了!半年纪念日后的第一天,终于开始啦! 太美了! 如果在学术论坛上发表,生物学历史必将改写! 啊! 这是早上从蓝星防卫军雷达中观测到的大型生物! 这应该是在宇宙电波观察站饲养的个体生物! 蓝星上还没出现过这么大的蝴蝶 他以惊人的速度避开了侦察机的追踪,藏匿在了大洋的无人岛上! 所以啊,这才需要我们的协助吧! 从形态上看,他和灭绝的闪蝶和蝴蝶非常相似! 那就把它叫做闪蝶罗尔吧! 好的!那我就去找找这只大蝴蝶吧! 不是蝴蝶,是闪蝶罗尔! 不过,已经灭绝的蝴蝶怎么会? 我们在观察站里,刚好找到了研究员留下来的数据 今天,天线接收到了来自两千万光年的不明电波 肯定是来自蓝星以外生物体的信息,我要进行分析 粗略地看,这电波只是0和1的排列,但这就是活体基因组,也就是遗传信息 虽然没人相信,但我还是想按照遗传信息来重现这个生物 我将基因组信息插入到闪蝶的基因信息中,成功制造出了全新的生命体 来自宇宙的不明电波,让灭绝的蝴蝶诞生了?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哦,两千万光年的话 是离银河系非常遥远的地方 目前为止,宇宙守卫队也没有那里的数据 是谁因为什么原因发出那种电波呢? 你们先不要管对方有什么目的,如果这大型生物袭击城市就危险了 在那之前我会找到他的,尽管交给我吧,大哥 都说了不要叫我大哥 哈哈哈 闪蝶罗尔最后观察到的位置就是这附近 我们分开找找吧 好 哈哈哈 你是 你好 我叫兰洛轩 你呢 怎么了 你看起来一点都不开心 我只是一个机器人 我并不知道你说的开心的感觉 是吗?那就要晚点更开心一点的了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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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啊,洛轩,快来 哈哈哈 哦 他不会 就是闪蝶罗尔吧 怎么看都像是人啊 哦 哦 他很有可能是遭到雷击 导致身上的基因发生变异 洛轩,这里是哪里啊 这里是宇宙守卫队蓝星分部的指挥师 洛轩 你跟他说这么复杂的事 他听不懂 他刚从研究所出来 哈哈哈 从研究所出生后 第一个见的人应该就是洛轩吧 有些动物的习性是会把 出生后第一次见到的对象当成妈妈 这可能和那个习性类似 我? 妈妈? 也可能不是妈妈 是朋友的 嘿嘿嘿嘿嘿 什么? 朋友? 嘿嘿嘿 不过看他这个样子 应该不用担心 会给蓝星带来麻烦了 距离蓝星防卫军来到 还有一段时间 洛轩 你不趁机带着罗尔 四处参观一下吗 你是说我吗? 那就去我们家玩吧 卢尔 卢尔? 没错 这就是你的名字 咳 久等了吧 美味的点心来喽 点 点心? 是这个星球上的食物之一 嗯 好好吃 哇 好可爱 你好呀 哇 哎 他说 两位玩得开心点 你竟然能听懂小狗的话 哇 哦 你有一双好美的翅膀啊 嗯 我叫罗尔 他是蓝洛轩 真的看起来好像是猎人耶 希望他就保持这样 什么都不要发生 你们是谁 一边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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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 好痛啊 怪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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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轩 卢儿 你们两个有没有受伤啊 没有 没有受伤 可是为什么那些人要打我呢 我一点错都没有啊 那是啊 因为那个 因为人类当中也有坏人 坏人 洛轩和陈飞 你们不是那样的人吧 当然了 卢儿的细胞正在急剧进化 这是怎么回事 细胞在短短一天内迅速成长 其智力也在飞速进化 虽然是人类的模样 但它原本是一个大型怪兽 如果它的力量失控的话 卢儿 它不会变成那样的 我也希望它不会失控 但是洛轩 可别忘了宇宙守卫队的使命啊 宇宙守卫队的使命 他们到底对我隐藏了什么 还有陈飞 拿好这个 这是专门用于空战的星授能量盒 说不定 你很快就要用到 好 这个能量盒叫什么名字 名字叫做 快开手啊 救命啊 快开手啊 快 怎么会这样 宇宙守卫队竟然消灭了其他生物体 因为人类当中也有坏人 他们总有一天也会把我消灭吧 罗尔 罗轩 你一直在骗我 我怎么会骗你呢 你们宇宙守卫队 夺走了其他生物的生命 这是误会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这个星球的人们 难道连你也 连你也站在他们那边想消灭我吗 罗尔 别怕 你听我说 罗轩 我错信你了 罗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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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击状态 救命 快救救我 救救我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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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救救我 我来助治他 龙战士星人 变神 冷静点 洛尔 是我 龙 陈飞啊 速度好快 陈飞 用新的兴兽能量和 好的 让我现在来试试看 飞鹰能量和 我开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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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速度真是惊人 啊 啊 星云神剑 IX云 distracting orie 鸟阔尔 谢谢 和龙战士 隆隆 poppedring 谢谢 龙get 和怪兽们的战斗 好像把我们当成了敌人 那现在该怎么办 这还用说嘛 找到卢尔 阻止他 就在刚才 防卫军舰队在大洋遭到袭击 你说什么 罗尔正在往西北方向移动 那边可是防卫军在大海间里的基地 难道罗尔的目标是兵器和军事根据地吗 怎么会 不只是宇宙守卫队 有可能他认为蓝星防卫军也是掠夺生命的敌人 我们赶紧去现场吧 我们这是晚了一步吗 如果这个星球没有武器和战争 我想罗尔一定会保持着一颗纯真的心 制造出罗尔的是含有遗传信息的电波 传送电波的人也许是为了做一个试验 试验人类是否能和罗尔实现一个共存的状态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这些拿着武器战斗的人类会被罗尔灭绝 这太不像话了 龙战这才不是武器呢 有飞行物体正在靠近他们 哦 噜 哦 开始反击 清风 请等一下 洛轩 我们不反击的话 现在 先别急着反击 让我去说服罗儿 求你了 卢尔 住手吧 不要再这样了 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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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请不要再发动攻击了 道士兰 卢尔 你别再跟着人类犯傻了 让我看得起你了 你去看那些人类犯傲了 你和我一样 对你来的 你去看那些人类犯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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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星球消失,然后把这个星球打造成大自然的乐园。 洛萱,在我的乐园里一起生活吧,你愿意吗? 可是我不能那样做。 我们宇宙守卫队的使命就是要守护宇宙中宝贵的生命。 当然也包括人的生命。 如果你是人类为敌人,那我们只能消灭你。 我以为同样是被创造的你会理解我。 现在我对你的表现真的很失望。 啊! 洛萱,我会让你走的. 不那么痛苦的。 格斗模式启动。 我身体是融合了宇宙守卫队积数的特殊金属。 是不会那么容易被破坏的。 那要不试试 好了 洛旋 把你刚才说过的话收回去 答应我好吗 洛旋 把人类当成我们共同的敌人 和我一起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 否则我就松手 从这个高度掉下去 你也无法承受 洛旋 能听见我说话吗 使用消除记忆光线 经确认消除记忆光线 对人类形态的罗尔有效 现在马上消除他的记忆 这样他就会忘记你 和在蓝星上经历的一切 重新变回天真无邪的样子 这是为了他 也是为了蓝星 但是长官那样的话 他会忘记所有 包括我 还有那些快乐的回忆 全部都 洛旋 我做不到 你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要疗愈 难道消除他的记忆 让他变回天真无邪的罗尔 再消灭他吗 难道要让他忘记 这个世界和快乐的情感 然后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吗 蓝洛旋 我不能对罗尔做那种残忍的事 看来你还是听不进去我说的 既然如此 如果机器人的世界也存在所谓的天堂的话 希望你在天堂幸福 洛旋 洛旋 能听见我说话吗 华尔 难道你想杀了洛旋吗 不要妨碍我 龙战士 站在人类那边的龙战士 你也不需要在我的乐园里 该怎么办 怎么对付这股强风 陈飞 变身为飞鹰形态 攻击雪峰 知道了 合体 新元兽凯庄 放马过来吧 罗尔 龙战士的飞鹰形态可以自由控制风 那就有胜算了 去吧 灭烟风暴 罗尔 我不会原谅你们的 你们人类还有宇宙守卫队 住手吧 你生来不是为了去伤害别人的罗尔 那你回答我洛轩 我是为了什么而生的 以前我的长官说过这样的话 他告诉我自己要怎么活下去 是由自己决定的 无论是谁 未来都是自己选择的 也有人类为把蓝星变成 更适合居住的星球而努力 你真认为人类会改变吗 至少在这里的我们 不是蓝星的敌人 兰罗轩 那时候你对我说过 不知道这个世界什么是快乐 但我和你相遇之后 有了很多快乐的回忆 谢谢你 我不会忘记你的 罗尔等等 你要去哪里呀 在这个星球的话 我会把人类当成我的敌人 我要开始我的旅途 去寻找我为什么而生的答案 蓝星就交给你了 这是难过的情感 罗尔 谢谢你 我也不会忘记你的 罗尔她 真能去到两千万光年外的地方吧 不知道啊 所以为了应对不知何时 会再次回来的罗尔 蓝星需要我们好好守顾 那是当然 不能让蓝星灭亡了 不能再发生 像我故乡一样的悲剧 辛苦了 今天的歌声依旧那么动听 明天现场演出 肯定也会大放异彩 罗凯先生 话说回来 我的问题你好像 还没有回答我 抱歉 因为我是人型机器人 所以理解不了人类的情感 真的是那样吗 薇薇 我被你拒绝了四十七次 但我是不会放弃的 罗凯先生 你要和我永远在一起 薇薇 洛萱 你那边有没有发现异常 没有异常 预计三十分钟后 能够抵达目的地 海底遗址 这样的深海旅行也太棒了吧 我也想去 真是的 要说几遍才能听懂啊 都说了不是旅行 那是探索毒牙怪 发现穷奇的地方 虽然我们找到准确的地点 花费了很长的时间 但是终于可以确认了 没错 或许 我终于可以查出 那时候看到的东西了 拜托你了 洛萱 小 你能帮我太感谢了 能进行深海调查的宇宙飞船 就只有你了 你说 谢谢我帮了你 练皮真厚 这分明是危险 我想你应该也听说了吧 我留在蓝星的真正原因 是的 听说你是被当作人质 留下来的 阿尔伯特先生 轻轻松松就成功越狱了 你们就把我当成了人质 你们这些宇宙守卫队 实在是太狡猾了 怎么了 没事 没事 没什么小鸥 我只是觉得 你现在好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 在跟我们说话 看来人形机器人也会有自己的想法 哼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也不看看是谁把我创造出来的 好了 不说了 要到目的地了 抓稳了 小鸥 请稍等一下 怎么了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给 早点准备好了 帮我向云瑶和清风问好 没问题 谢谢老爸了 那个 你们有没有听到 有人唱歌的声音 哦 清风 发生什么事了 大家都怎么了 这是什么 歌声 到底是怎么回事 洛萱 能听见我说话吗 你现在马上启动 指挥师的紧急防御系统 好的 收到 长官 云瑶 清风 怎么会这样 发射紧急防御镇定计 到底是怎么了 星园是周围发现奇怪的电波 是因为那个才会发生这种情况的 啊 铜血也被干扰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有什么东西在撞击我们 神经群 这惊人的数量 这个到底是 这就是什么 那是 全体舰艇开放所有炮口 目标宇宙战舰小傲 全体歼灭邪恶之徒 这么小看我吗 这顶鱼雷算什么 打造我的可是 阿尔伯特先生 现在放心 还太早了 那是 是云阳正在开发的北极熊 北极熊 是专门应对海洋战斗的新元兽吗 是的 它具有很特殊的能力 北极熊 并穿三叉旗 特殊能力就是控制海水和在海里高速移动吗 我们得先撤退 撤退 这里是大海深处 能撤去哪里 去那里 我们调查过的海底遗址 遗址 没错 如果是这么大的空间 这艘战舰完全可以进去 知道了 抓紧 看样子是他发出的声波 是的 那个怪兽暂时就叫做赛人 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 我们先离开这里 是这样没错 但我们要怎么甩开它 这是长官的通讯 不是他 这个是来自遗址的通信 什么 往左边避开 在遗址确认到能量反应 预备 预备 就是现在 这是屏障啊 要怎么进去呢 信息叫我们直接前进 通过了吗 检测到 屏障把整个遗址都包围了起来 而且内部似乎还有空气 原来如此 这个是只有特定的物体才能通过的屏障 好厉害的技术 这里 是穷奇打造的城市 不是数千年前就灭亡了吗 一直沉在海底 竟然保存得这么好 别动 你什么时候出现的 变身能力 难道 你是人形机器人 哦 看来你还蛮懂的 你又是什么人呢 我的名字早已忘记了 比起这个 我想问的只有一个 你们 是他的敌人吗 他 刚才和你们战斗的女孩 威威 威威 看来你知道点什么 当然知道 因为是我让他变成那样的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我和他 都是这座城市的居民 他是为人们设计的 歌手型机器人 但是 我却喜欢上了他 当时我是一名医生 而且相当富有 但是 他说自己是人形机器人 不知道喜欢一个人 是什么感觉 不断拒绝我的求婚 所以我 会和你永远在一起的 威威 等等 你刚才不是说 你们都已经实话了吗 为什么 赛人和你 都可以自由行动呢 穷奇 我想 可能是因为前几天 穷奇暴走的缘故 所以解除了实话状态 没错 正如你所说 穷奇强大的恒星能源力量 在附近爆发 将我们实话的恒星能源 也产生共鸣被激活了 然后 就在实话完全解除那一刻 威威 等等我 威威 威威 回到开始的问题 你们是不是 她的敌人 是敌是友 要取决于她怎么做 可以的话 我们也不想与她为敌 这样吗 那跟我来 给你们看个东西 真是的 又来 不用担心 那个歌声 对机器没有影响 可能是因为 长时间接触恒星能源 我好像也产生了一点抗性 但是 因为敌人的攻击 品障开始变小了 那怎么办 屏障消失的话 那整个遗址就会崩塌的 听好了 这个遗址内部 有一种装置 可以使威威 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用那个 就可以让威威 变为原来的样子 那直接使用不就可以了吗 但是 操作那个装置 操作那个装置 需要时间 归根结底就是要拖延时间嘛 但很难呢 就算再难 我们也必须拖延住 我身为宇宙守卫队的一员 必须要解决这场危机 好吧 没办法了 我也不想我的宿敌宇宙守卫队 变成那个样子 就一次 就这一次 把我的力量借给你 如果你真的想救他们的话 就按我说的做 我 蓝洛轩的使命 是保护人类 天神 洛轩 洛轩 蓝星 现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犯人面前这么失态 让人很无语啊 沈海长官 新元氏出什么大事了 你就不要管了 他们会看着办的 这次对他们来说 也会是一个很好的经验 你这家伙 我家小傲不也是在那吗 他可是我最为骄傲的杰作 不会输的 不用担心 对手可是龙战士 无所谓 因为我命令他不能输 小傲会无条件遵守和我的约定 但是你知道吗 那并不是我设计的程序 是小傲自己想做的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 有了人的意志 才会出现奇迹 所以小傲是不会输的 不管你的手下怎么做都无所谓 但是 那里有我的学生 大家都是宇宙守卫队 我认为自己制作的人型机器人 你们跟人类成员不同 机器人没有以自己的意志进行交流共鸣 因此呢 我想说的是 你们没必要勉强去进行交流 长官 那我们是为了什么而制作出来的 洛轩 没有人知道出生的理由 也正因此自己出生的理由是要自己去寻找的 比如你想做什么 我是人型机器人 所以我不知道想做的事是什么 但是非要说的话 我想帮助制造了我的长官您 原来如此 那从现在开始希望你保护人类 我的学生也不会说 了不起的深生之情啊 只要制造出还原器 薇薇就会变回原来的样子 摆脱了 战舰 炮口开放 全体射击 发射 我事先说明 这个变身本来只有阿尔伯特先生才可以 也就是说 除了阿尔伯特先生以外 如果长时间和其他人合体 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好 一次解决吧 叫你注意点啊 陈飞 我现在就来救你 反派终于出场了吗 什么 我会加快速度的 你们负责 专心拦住他 知道了 知道了 薇薇 真的很对不起 但是我拜托你 回到原来的样子吧 那是 他的意识是不是回来了 小奥 小奥 快 马上发射剩余的恒星能源 这样 应该可以唤醒龙战士 好 那就放手一搏吧 开始吧 洛轩 开始吧 洛轩 潮汐双剑 变身 变身 能量不足 变身解除了 这不是重点 这是怎么回事 陈飞 陈飞 这是哪里 是因为恒星能源 才恢复意识的吗 喂 你能动了吗 小奥 你也在 你们那是什么样子 这北极熊 又是怎么回事啊 说来话长 还原剂怎么样了 我还需要一些时间 能坚持住吗 等等 我要做些什么了 我们现在在争取时间 制造还原剂 好让那家伙恢复原样 都说了这么多了 再笨也能听懂了吧 原来如此 虽然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但我知道怎么做了 没错 我们要做的 就是阻止赛人 但是因为那多少 我很难靠近 只有北极熊的力量 北极熊 是说他吗 等等 尽量不要让他受伤 这并不是他的错 好 交给我们吧 出发吧 北极熊 哦 干得漂亮 现在 请和北极熊合体吧 这样 通过北极熊的火箭喷射器 可以快速的靠近赛人 好的 那就开始吧 合体 新元兽牌装 冰山敌水系列 哇 来 发射吧 火箭喷射器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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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伤害到他 有什么好办法吗 啊 没事吧 陈飞 听起来这么优美的歌声 竟然被用来攻击 真的是 太可惜了 好 抓住了 小奥 陆萱 就是现在 屏障还没有破裂 喂 还活着吗 幸好 还原计完成了 但是 这里好像也坚持不了多久了 我们要快点拦住他 好的 陈飞 要注入还原计 得先让赛人停下来 然后用火箭喷射器的最大功率 接近赛人 明白了吗 好的 火箭喷射器最大功率 起动 起 小奥 我们也出发 陈飞 就是现在 好 好 可能会有点痛 但是要忍住啊 禀风吹 威威 真的变回来了 但是你怎么可以在海里呼吸 可能是和恒星能源长时间待在一起 才有了这种能力 不管怎样 先回研究室吧 得确认威威的状况 检查结果 没有异常 威威 快醒醒吧 啊 赤里士 我怎么了 记 记忆数据损坏确认 我 我 你现在没事吧 陈飞 冷静一下 不 不知道 名 名字 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首歌 是你唱过的歌 我唱的歌 您是 罗凯先生 罗凯 没错 我就是罗凯 发 发生什么事了 不好 应该是屏障到达极限了 赶快离开这里 屏障马上就要完全崩塌了 你说什么 别说了 快走 罗凯先生 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 反正注定会死 那我要留在这里 哪能因为这个理由留下呀 这是 应该是长时间接触恒星能源产生的副作用 我的身体已经无法支撑下去了 那 没事 威威是人形机器人 不会变成我这样的 总之快点离开这里 怎么会 罗凯先生 快 威威 我不要 放开我 你 威威 放开我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放开先生 让你痛苦到最后 请你一定要幸福 变成石头的时候 我也一直在想你 终于等到了 能当面对你说对不起的时候 能再次见到你 认得太好了 威威 你们 不用管我的 这可能是 精英修复过程中 判随的系统异常 不是哦 那是所谓的情感 情感 这么看来 情感果然超越了系统啊 我 罗凯先生 一直以来都对我很好 啊 但我无法理解 人类的那种心情 所以我认为 罗凯先生 应该和人类相处才合适 但是变成那样 也没关系嘛 是的 只要罗凯先生 能够幸福 就好了 原来是这样 我开始理解人类的情感了 我 那我 我希望 我希望 大家能 继续听我唱歌 我想跟大家 多待久一点 我 我 微微的数据 可能是因为 被长期封存的缘故 导致没有看到 城市崩塌的直接原因 但是 拥有这么高超技术的国家 结局 为什么会是灭亡 最后不复存在了呢 非常感谢 今天来到 微微演唱会的 各位女士们 先生们 这是为了迎接 我们孟金王国的 建国纪念日 而举办的特级演唱会 并将在云摇城这里 把演唱会视频 播放到整个王国 孟金 还有云摇 应该是巧合吧 如果不是的话 这个怪物就交给我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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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去把那个收了 你先去把那个收了 找到了 出现了 首领虎的吧 我一定会打倒你的 好了 陈飞 你快停下来 发生什么了 怎么关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画面突然卡住了 接下来呀 电脑就自动关机了 怎么可能 我好不容易 才来到这一关呢 拜托 拜托打开一下吧 住手啊 这是我的电脑啊 我一定要拿到它 超帅的破灭之箭啊 我 我的破灭之箭 稍微试了一下 游戏好像运行不了啊 云摇你也修不了吗 我的宝藏猎人旅程 我看来就此结束了 嘿嘿 宝藏猎人 这个是什么游戏 你居然不知道 宝藏猎人 这是非常火的网络游戏 是一款全球玩家一起合作打倒怪物 获得宝物的游戏 有七个装备 隐藏在场景地点里 获得这些装备 就可以强化自己的角色 穿戴越多 就变得越强 就可以进行强烈的攻击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很有深度 说是最强的网络游戏也不为过的 概括起来 就像龙战士的训练系统一样的吗 宝藏猎人是比那个更加激烈的游戏 这是我经常玩的角色 王牌 你看 我想要成为像王牌一样的角色 充满男子汉气概的角色 简直太帅了 所以说 那个叫做宝藏猎人的游戏 突然运行不了了 为什么会有问题呢 因为现在是活动期间 如果能打倒那个叫古德巴的首领 就能把破灭之剑拿到手 但是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都开始感到头疼了 游戏的活动期限到今天就要结束了 活动结束了 就得不到那个装备了吗 今天登不进去游戏的话 就一辈子都拿不到了 你 求求你帮帮我吧 云妖 知道了 我再试试看 你先别这么着急 但是 连接故障到底是因为什么造成的 网络调查结果显示 仅在新元市就发生了数百起 宝藏猎人连接故障 成为了宝藏猎人中高热度话题 什么 突然出现故障 又不是大规模的更新 而且安装的游戏已经是最新的版本了 平时出现故障的话 进行紧急维护之后 马上就能得到解决的 我好像还是第一次看到 陈飞你说话这么有条理 我完全不知道 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如果对别的东西也这么感兴趣 该多好啊 现在这噪点难道 在以前报告过的怪兽数据当中 好像出现过关于噪点的数据 什么 有怪兽 宝藏猎人的连接故障 只出现在从新元市下载了这款游戏的电脑里 检索后发现 说游戏在图标里看到的噪点就有数百起 我正在对图标上出现的噪点进行检索分析 分析完毕 找到连接故障的原因了 这款游戏果然藏着怪兽 怪兽在游戏里 所以是那个怪兽引起的故障 应该没错 只要打倒怪兽 连接故障应该会解决 好的 但是要怎么才能打倒游戏里的怪兽呢 那个的使用时间好像到了 新的新兽能量核吗 不是 是你已经拥有的能量核 什么 我哪里有那样能力的能量核呀 没错 就是狮王能量核 星元兽狮王具有可以进入电子世界的能力 把你的基因转化为电子数据 你是说可以进入游戏世界里面吗 你先听我说完 太好啦 看好啦 我一定会把宝藏猎人的故障修复好的 狮王能量核 大怪 哇 哇 哇 哈哈哈哈 我来了 真的进入宝藏猎人的世界里了 哎呀 可爱的狮王 要是知道你有这个能力的话 我早就进入游戏了 陈飞 能听见我说话吗 等一下 天哪 这棵树后面就是第一个装备所在的地方 能听得见我说话吗 听得见 听得见 我要去收了那个道具 不要随意移动 不要随意移动 哇 太棒了 像话移动速度的疾风靴 竟然能看到实物 你觉得以它目前的状态 能到达怪兽所在的地方吗 嗯 怪兽目前为止已确认 陈飞 你先别管是疾风靴还是什么的 应该先按照我的指示打倒怪兽 啊 你说什么 我为什么要进入到游戏里 啊 为了进去打倒怪兽吧 啊 啊 哇 啊 嗯 王牌 真的是王牌 来了个 新面孔 哦 我叫龙战士星云 我叫王牌 真的很想见你一面 谢谢 来 龙战士星云 我们的目标是要获得 古德巴守护的宝卧破灭之箭 一起出发吧 去打倒古德巴 好 快站住 要听从我的指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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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过这个拐角就能看到古德巴 拿到这个怪兽把宝屋拿到手 啊 好的 哇 哇 真的是古德巴 限定活动的首领古德巴就在我眼前 哦 那是什么 没有听从我的指示也能到达目的地 但是我感觉很生气啊 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怪兽 就是在游戏里引起故障的怪兽 应该是窃取了该游戏首领的数据 进入到了游戏里 从现在开始这个怪兽叫做 叫做电脑怪兽 那是我要说的话 嗯 古德巴你这个怪兽 我一定会好好教训你的 挺有干劲嘛星人 和我的同伴一起打倒怪兽吧 哦 魔法女巫 还有圣骑士也在 啊 快点转开攻击 这力量好恐怖啊 龙战士 你好像只获得了加快移速的疾风靴 你需要获得其他装备 强化攻击力 果然 需要装备 不需要内氧陈飞 使用能量臂进行攻击 等等 云阳 光是维持数码状态 就已经消耗了巨大的能量 用同一系统的装备进行战斗 或许能减少能量的消耗 啊 虽然如此 但我觉得它可以使用星元神剑 那就得说 还是要收集装备 交给我吧 我会把全部装备都击齐的 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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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铁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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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不了! 怎麼回事? 身體自己在亂動! 龍戰士的身體出現異常反應! 到底是怎麼回事? 身體出現了噪點! 什麼在這裡做下? 那是因為感染了古德巴身上的病毒! 感染了病毒? 感染了古德巴的病毒 就有辦法按照自己的意願行動 就會隨著古德巴的控制而移動! 啊! 可惡啊! 對不起! 我已經在反省了! 只是嘴上說說吧! 啊! 我真的一直在反省! 下次我會按你說的來做的! 相信我吧! 你自作主張鬧這麼一出 才來說得這麼好聽! 真是的! 陳飛他也知道錯了! 差不多就算了吧! 要相信他! 嘿嘿! 不會是清風! 還是你了解我的性格嘛! 不要誤會啊! 我可沒說原諒你啊! 陳飛! 下次你將會和可靠的同伴進入到遊戲裡的! 哦! 剛才是王牌! 屁次是硬漢! 這是誰啊! 我是藍洛軒! 把洛軒的數據放進了遊戲角色裡! 什麼! 洛軒嗎! 如果是少傑和美琪就好了! 別說那些沒用的! 挺好了! 不好意思! 我們現在也和少傑和美琪一樣 對寶藏獵人很了解! 從現在開始! 你也是寶藏獵人了! 我給洛軒下載了寶藏獵人全面攻略! 哦! 全面攻略! 哇! 原來還有這樣的書啊! 呵呵! 竟然都不知道有遊戲攻略! 陳飛! 你玩遊戲可真差跡! 那洛軒就靠你帶路了! 好的! 知道了! 我會以最短路線和時間 帶領各位到達首領古德巴那裡! 嘿嘿! 哇! 真是啊! 路線我也知道! 這武器相當不錯啊! 真是的! 連青鋒你也! 現在不是沉迷遊戲攻略的時候! 雲爺! 我們來到了古德巴所在的洞穴! 果然能相信的只有洛軒呢! 謝謝你的誇讚! 到達古德巴所處位置 就用心原神劍進行攻擊! 但是! 用心原神劍去進攻! 會對古德巴管用嗎? 什麼意思? 古德巴的皮膚 不是可以免疫箭系攻擊嗎? 好像是的! 王牌! 大家都沒事吧? 這次我避開嘍! 哇! 太厲害了! 蘭洛軒! 這個角色…實力真的好強啊! 哦! 又來了一個可靠的新玩家! 啊! 這個朋友叫蘭洛軒! 是寶藏獵人的新玩家! 看樣子又要攻擊了! 陳妃! 嘗試了才知道可不可行! 用心原神劍試試吧! 好!那就試一試! 心原神劍! 啊! 你要打閃電到什麼時候? 這次輪到我來進攻了! 心原神光斬! 看!我說的沒錯吧! 啊! 陳妃! 你可不能太衝動啊! 所以說嘛! 把祭蹈古德巴的事情就交給我吧! 不行! 你肯定又會做些奇怪的事情! 蘭洛! 還是交給陳妃吧! 啊! 不行! 絕對不行! 蘭洛! 你怎麼突然變得這麼固執了? 王牌! 我先去收集祭蹈古德巴的強化裝備! 走吧! 師王! 好的! 在你回來之前我們會繼續攻擊古德巴 消耗他的力量! 陳妃又擅自行動了! 放心! 我會一直跟著陳妃的! 等等! 洛軒! 不是跟著陳妃! 要拦住他!洛軒! 啊! 既然如此! 我一定要! 先比陳妃找到更合適的強化裝備才行! 啊! 第一個裝備! 加速的疾風靴! 哇! 第二個裝備! 啊! 是套裝裝備! 堅硬的B甲! 兩件全部收集成功! 下一個裝備! 什麼! 又是套裝裝備! 鬼步的護甲! 兩件全部收集成功! 接下來是第三個裝備! 強化的頭盔! 現在看來,陳妃發現裝備! 所花的時間、順序,全部都比雲瑤快一些! 嘿嘿! 第七個!最後的裝備! 啊!第七個裝備! 裡面竟然沒有計算! 攻略說明裡面應該沒有! 因為那是秘密裝備! 類似隱藏道具之類的嗎? 沒錯! 這個石頭就是標記! 星圓神劍! 嘿! 呃! 陳妃,工具的使用方法好像完全不對啊! 是的!沒錯! 本來是應該先到市場購入鏟子,再用鏟子來挖地的! 世王!來幫幫我! 太棒了!找到了! 啊! 啊! 呀! 第七件裝備! 無敵的鎧甲! 哦! 太好了! 裝備上的話,攻擊力一下就會去生了! 怎…怎麼會? 居然還有攻略說明裡面一載的裝備! 沒有這個裝備,是擊倒不了古德巴的! 真的嗎? 我也是這樣那樣嘗試了很多次,費了好大件才找到這個秘密裝備的! 啊! 雲瑤,你就承認了嗎? 啊! 我輸了,陳妃! 啊! 洛軒! 作戰方案有變! 是! 現在開始跟著龍戰士行動! 是! 其實我在二十分鐘前就已經預測到這個結論了! 那冷靜的判斷力著實讓我有點生氣! 陳妃! 啊! 哦! 道具全部收集完了嗎? 嗯! 現在回去洞穴裡吧! 王牌! 就等! 啊! 別呀龍戰士,不要過來! 啊! 啊! 怎麼回事啊! 這是做什麼的啊,王牌! 啊! 難道! 現在你面前的遊戲角色全部感染了古德巴的病毒! 啊! 不能接觸遊戲角色! 不然連你也會被感染的! 那! 難道救不了王牌和那些朋友了嗎? 啊! 龍戰士,快跑! 啊! 我不能丟下你們走了! 啊! 這,這是做什麼啊! 龍戰士! 好像在說什麼! 他說的意思是,你是個大笨蛋! 你能聽懂他們說什麼? 他說他的目標是,支配和控制這個遊戲裡的角色! 以及讓別的玩家服從他,從而支配遊戲外的世界! 什麼! 啊! 啊! 他說,再怎麼反抗也沒用! 因為你已經落在我的手上了! 知道我有多麼喜歡這些角色嗎? 你覺得我會放任你胡亂的來嗎? 願不饒恕! 世王,準備好了嗎? 好! 合體! 新元獸口中,應有時間看! 新元獸口中,應有時間看!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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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差點就死掉了! 啊! 哇! 呀! 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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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不错 神飞 古德巴陷入了混乱 不能就这样一味地逃跑啊 我要怎么样做才能消灭古德巴呢 要想对古德巴本身造成直接伤害 又要攻击他的鸡脚 鸡脚 没错 古德巴的分析结果显示 鸡脚的坚硬度 鸡脚的坚硬度 哦 起脚是吗 好的 接下来正面对决了 流光星辰战 怪物消失时出现的特效 我接M7也看到 龙战士 王牌 还好大家没有事 多亏了你 我们才能摆脱古德巴 这个 没错 达到古德巴到时候的宝物 破灭之剑 太棒了 谢谢你 龙战士行员 谢谢你王牌 我可以带来玩的 什么 你什么时候拿到的 这把破灭之剑 活动不是结束了吗 这是从哪里得到的 这是秘密哦 别这样啊 陈飞 快帮你给我 真是的 我救不了 猎眼飞翼形态出动 飞往这边的陨石已确认 一共有三十七个 呃 陈飞 小心啊 看好了 上吧 烈焰风暴 双刃回旋机 这个小菜一碟 运石消失了 蓝星运石危机已经解除了 谢谢你们 如果 运石和蓝星发生了相撞 一定会发生大灾难的 能帮助到蓝星防卫军 是我们的荣幸 哥哥 这算是欠下一个人情了 又有新的陨石正在靠近 那个 那个陨石又是什么 吓我一跳 这家伙快的惊人 陈飞 那不是单纯的陨石 是生命体 你是说是怪兽吗 这样是无法消灭他的 用绝招将他一击毙命 好的 那个怪兽 是什么 这个怪兽就是 使陨石飞向蓝星的罪魁祸首 清风 你是怎么断定这个情况的 难道 你以前也见过这个怪兽 那家伙是从盖尔斯细胞里诞生出来的 应该叫他为盖尔斯幽灵 盖尔斯细胞 难道 盖尔斯 是半年前毁灭我母星 米诺亚行星的可怕生命体 那为什么对蓝星 不清楚 当时我确实已经将它消灭了 难道那个细胞复活了 你的意思是 那个细胞变成盖尔斯幽灵 要来对付蓝星吗 我 向蓝星下达紧急命令 长官 请确认 刚才的陨石群和盖尔斯幽灵 是从米诺亚行星飞来的 果然 正如你所担心那样 盖尔斯应该是复活了 此外呢 宇宙守卫队总部还发现了身份不明的点波 点波吗 是求救信号 信号来源是米诺亚行星 啊 啊 啊 难道米诺亚行星里有幸存者 不 那根本不可能 所有生命体都因为盖尔斯失去了生命 就从那时以后 米诺亚行星就变成了死亡之情 但是如果有幸存者等待救援的话 信号我们走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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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跳跃导航 跳跃导航 跳跃完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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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那就是我的母星米诺亚行星 已经确认求救信号 求救信号 是在这个城市的某个位置发送出来的 一定要把它找出来 嗯 我 啊 但是这里也太安静了吧 半年前这里还是一座以科学文明而闪耀的城市 虽然我以龙战士 这个身份在这里战斗 但是 这个星球 这个城市 我终究没能守住 米诺亚人 以高度发展的科学文明为基础 创造了没有战争的和平社会 有一天 又为科学家制作出了盖尔斯细胞 根据我们的研究 盖尔斯细胞是一种奇迹的再生细胞 可以根据已死生命体的一块细胞 创造出克隆生命体 有了这种克隆生命体 这样 我们就可以成为不老不死的存在 那可是非常了不起的发明啊 也就是说 米诺亚外星人变成了不老不死之身 但是那个梦想并没有持续多久 盖尔斯细胞开始自我增值 拥有了作为一个生命体的意志 名字叫做盖尔斯 那个家伙暴走 开始践踏米诺亚行星 盖尔斯生性邪恶 拥有极其可怕的力量 弥诺亚行星的文明 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被摧毁了 龙战士星人 变身 我作为一名龙战士 解尽我的权力去抵抗他 但根本不是对手 但根本不是对手 但是有一天 我开始看到了希望 从盖尔斯的身上 创造出了新的生命体 名字叫做占托斯 占托斯 占托斯 在宇宙守卫队数据里 从未见过这样的生命体 他和盖尔斯一样 拥有着同样的智慧和力量 但是和盖尔斯不同的是 他是具有人类心智和理性的存在 占托斯 占托斯把力量借给了我 他想让我一起合力打倒他的另一半的盖尔斯 很快 就到了决战的最后一天 一起上吧 斩托斯 我把所有的能量攻击到盖尔斯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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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盖尔斯也发射了 比平时更大的火焰冲击波 打开 盖尔斯和战托斯 他们同时爆炸消失了 并且 可能是因为当时受的伤 我完全失去了变身为龙战士的能力 那里 是我最后战斗的痕迹 也是失去 我朋友占托斯的地方 原来还发生了这些事 若是盖尔斯完全复活 那就大事不好了 对了 要赶紧找到幸存者 已经找到求救信号的准确位置 就在宇宙飞船下面 辛苦了 着陆吧 嗯 求救信号 是在前方二百米的地方发出来的 千万 要平安午时 就在这里 从建筑屋地下发出来的吗 交给我吧 龙战士 星云 变身 有楼梯 小许看看吧 有人吗 听到就回答一下 我来救你了 是门 应该是幸存者 喂 我们是来救你的 现在没事了 太好了 看来是收到了求救信号 嗯 清风 你 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会有两个清风 没笑到你们吧 很高兴见到你们 我是真正的沐清风 是半年前的龙战士 真正的 真正的清风 我已经半年没有见过地面的光了 那个 啊 我还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说你是真的沐清风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哦 原来如此 看来他还没有告诉过你们 关于半年前的真相 是不是应该由你来亲自说 清风 请你告诉我们 你到底在隐瞒我们什么 清风 对不起 骗了你们这么久 其实 我不是沐清风 哦 这个样子 难道是 我的名字叫詹托斯 半年前 我延续了沐清风的人生 在最终决战当天 遭到盖厄斯最后一击 消失的 并不是詹托斯 清风 清风 好 我和盖尔斯一起消失的 是清风 他是为了救我才牺牲了自己 清风 盖尔斯消失了 我是这个星球上唯一的幸存者 清风 我再也没有活下去的希望了 这个是清风使用的变身器 当时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 虽然只有一点点占有清风的汗水 但那就说明清风的细胞还在 是要有细胞在 我就能复制清风的记忆和感情 延续他的人生 我决定了 以清风的身份延续他的人生 我决定成为龙战士 拯救每个珍贵的生命 在不告知宇宙守卫队 任何人事实的情况下 我能感受到 清风人生中的一切 记忆 情感 清风的一切 全部都进入到了我的体内 这 这是多么美好伟大的人生 于是我就过上了清风的人生 但是有一点 是完全无法复制的 那就是变身成为龙战士的能力 虽然已相同的模样 我继承了他的记忆和情感 但我还是无法使用他的变身器 所以你才说谎的 说你是在和盖厄斯战斗中受伤 而失去了变身能力 嗯 但是清风 我完全没有想到你还活着 怎么回事啊 对盖厄斯发射最后一击的时候 我被埋在了地下的碎片里 清醒后发现 已经是几天后了 然后 我完全没有力气爬上地面 所以才在地下发送求救信号 不管怎样 你没事就好 盖厄斯 反倒是你 我要谢谢你 这半年来延续了我的人生 啊 清风 不 湛托斯 原来是你一直在骗我 我真的很抱歉 但是 我希望你能知道这一点 我一直发自内心地尊重清风 想替他去拯救每一个值得拯救的生命 果然如长官所预想的一样 什么 宇宙守卫队的飞船 别动 长官 逮捕 这是做什么 很早就开始怀疑他的行为有点问题 辛苦了 难道 蓝洛轩蓝蓝星的真正原因是 我的真正使命 是来查清楚清风的真实身份 虽然现在不需要我来公开了 那慕清风现在会怎么样 会被带回宇宙守卫队总部 接受调查 等等 那不就是说 我们再也见不到慕清风了吗 那个人不是清风 也不是我们宇宙守卫队的 他没有资格在蓝星活动 那被他选择成为龙战士星园的我 就是什么 那 那个 我是不是也没有了龙战士星园的资格 陈飞 把清风抓走的话 把我也一起抓走 你在说什么呀 陈飞 你有身为龙战士星园必须战斗的使命 但是 你别担心 从现在开始 不会成为你的教官的 陈飞 我不能和你一起战斗到底 对不起了 云妖 真的很对不起 对你隐瞒了事实 哇 这个星球地底下 沉睡着半年前消失的盖恶丝的细胞 这些细胞 与含有着微生物的土壤相融合 复活成了盖恶丝幽灵 陈飞 陈飞 消灭他们 迟动 龙战士星园变身 火焰能量壁 火焰能量壁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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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一火还火 流星烈焰冲击 快坐上宇宙飞船 陈飞 打起青春来 陈飞的脉搏次数 你平时胜身了很多 这是怎么回事 可能是知道了青春的真实身份后 形态上产生了动摇 防止无法集中精力战斗 绝掷 诶 陈妃 陈妃 马上起飞 是 马上起飞 啊 不行 朱引擎已经损坏了 长官 很难马上起飞啊 尽快修复好 宇宙飞船有危险 可恶 陈妃 你目前状态再次变身 也不会有胜算的 那要我怎么办 陈妃 你先把变身器交给我吧 我来变身成为龙战士 我在半年前还在使用这变身器 现在我不想再失去任何人了 虽然我没能守住这个星球 但现在我会守护你们的 拜托了 给我重新战斗的机会 没时间了 靠你了 展示真正龙战士的力量 嗯 左手拿着变身器吗 沐清风可不是左撇子 哦 陈妃 他可不是沐清风啊 嗯 赶紧把这件事告诉陈妃 快打开扩音器 快告诉他们哪 打开扩音器 嗯 好的 他是假的 他是假的 你 愚蠢至极 你们这些宇宙守卫队 我叫盖恶斯 不命只是盖恶斯 怎么会 只要有小小一点细胞 我就能复活 你们叫的盖恶斯有灵 是我派去蓝星的分身 来引诱你们的 那真正的军风又在哪里 快回答我 沐清风半年前就死了 啊 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你们掉以轻心 强奏变身器而做的计划 我的细胞们 到我这来吧 得到航星能源的强大能量 就能完全复活 那是盖恶斯的完全体 啟动防护屏障 宇宙守卫队的科技也挺管用的嘛 我看你们能撑到什么时候 这样下去的话 过不了多久防护屏障就会破裂 真是的 没有什么办法吗 盖恶斯正在向大气层外面飞去 那家伙分明是在盯着宇宙守卫队的输送船 输送船 那里面装载着大量的恒星能源 原来盖恶斯的目标是恒星能源 如果吸收了大量的恒星能源 他将会获得更加强大的力量 必须阻止他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呀 从目前来看 可以阻止盖恶斯的概率 几乎接近为零 但概率不是零是吧 宇宙守卫队的准则第六条 当陷入到绝境的时候 真正的战斗才会正式开始 你不是宇宙守卫队的一员 而且这种准则还是第一次听 不是的 这确实是宇宙守卫队的准则 这是在清风还活着的时候 我从他那里亲耳听到的 从真的清风那里 我是假的 那没错 但是选择你成为龙战士 是我的意志 那可是真的 我的意志 也是清风的意志 清风 谢谢你 再次以这个名字来称呼我 但是办法呢 没有变身器 根本就变不了身啊 那个变身器目前 还留在盖恶斯的体内 我们只要 找回来就行了 那么你 有什么计划吗 有的 盖恶斯 绝对不会让你跑了 用这种微不足道的宇宙飞船来和我对抗 真是愚蠢 好 恒星能源 克诺索斯这里有空气 好 是人类可以呼吸的环境 要着陆吗 好 去吧 恒星能源我拿走了 谢谢了 盖恶斯 我不愧再让你肆意妄为了 你这家伙 真吐碎 原来在这里 好 清风 加油 我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神妃 重新变身成龙战士吧 牵住 好的来吧 龙战士星人 变身 龙战士 通过恒星能源的能量力量升级了 盖厄司 和我较量较量吧 不自量力 星人神剑 翻射能量必 冲 翻射净盾 盖厄司的头部 背部 腹部 三处都有心脏 也就是说 三个盖厄司幽灵融合在了一起 如果不是同时攻击那三处心脏 我们就无法打倒盖厄司 你说什么 虽然在双面雷火树的战斗时 失去了同时攻击两处 但同时攻击三个地方 该怎么做呢 现在应该可以一定程度上控制距离金刚了 将给你激活金刚能量核的多位分身功能 长官 这是沐清风以前使用过的技术 拥有制造分身的能力 能够用三个身体同时进行攻击 这样也太厉害了吧 但 一定要记住 使用该功能时 能量消耗会很大 交给我吧 呃 想用这个来对付我 如果我被打倒了 斩脱色也会死 清风 承妃 别管我 打败盖厄司 什么 不能受盖厄司的威胁 要保护宇宙 但是 我是从盖厄司身上分立而诞生的存在 从一开始就是命中注定的 清风 承妃 谢谢你还把假的我换作清风 云瑶 洛轩 真的很荣幸能和你们一起战斗 真的很感谢 赶紧消灭那个家伙 不要再说这些胡话了 你不是说过 陷入绝境的时候才是真正战斗的开始吗 你不是决定了要延续清风的人生吗 那就不要放弃 一样 你不是说过这些胡话了吗 你不是说过我 我丝对了 我对咱们都被灯了 很好 做好心理准备吧 盖恶斯 你这家伙 尖叫叫 清风 我是绝对不会让你死的 清风 快从这边出来 想要逃到哪里去 谢谢你 做个了断吧 用这个来结束吧 接受由我 清风 詹托斯 我们三个人内心的力量吧 钢铁粉碎拳 完全生命提到我 怎么会输 好耶 成功啊 清风 我们赢了 是的 盖恶斯被你消灭了 谢谢你 陈飞 不 龙战士 等等 你要去的地方是蓝星 什么 你就是穆清风 往后也请你作为陈飞的教官 致力于保护蓝星 要是调查的话 在蓝星也能做 即便你不是真的穆清风 但一直以来 我们一起度过的时光 是不会因此而消散的 我记得以前长官曾说过 自己诞生的意义 就是要自己去寻找的 哦 我诞生的 实际意义吗 没有清风 我是无法以龙战士的身份 好好战斗的 以后也拜托你了 清风 清风 我以后也会继续你的人生 不用担心 龙战士的力量 你真的不好了 有一个充满着急的年轻人 继承吧 好的 需要给宇宙飞船全面消毒 一旦留下一点盖额丝的细胞 后果难料 好 穿越时空出现的恶魔 照这样下去 这个国家将会灭亡 要启动王的铠甲才行 你是在说王的铠甲吗 那个不是还在实验中吗 还很危险 身为国王 我必须要保护好这个国家 穷勤 启动 穷勤啊 守护这个国家吧 穷勤是我最厉害的作品 一定会拯救这个国家的力 很好 干得好 穷勤 太棒了 穷勤 太棒了 太棒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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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些人类 不要自慢 穷勤好像在跟我们说些什么 我没有打算把力量 借给你们这些愚蠢的人 放肆 我是创造你出来的人 这个国家的国王 任何人都不能命令我 毁灭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犯人 路易斯 路易斯 哦 云瑶 你怎么了 但是出现在幻觉里 那一位超古代女王的样子 竟然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毫无差别 什么 我至今为止 脑子里看到了好几次超古代的画面 不仅如此 沉默在附近海底的古代城市 还有从遗址中回收的数据 云瑶 这是怎么做的 你到底 根据长官的命令 我以后也会在兰心分部这里 执行上面的任务 虽然有点意外 但请多多关照了 还有我也会尽全力支援各位的 有骆萱在的话 就更加放心了 但是云瑶怎么这么晚还没有到 是有什么事情吗 云瑶发现了超古代文明的遗址 和她的哥哥一起去调查了 那个以后再调查也可以的呀 她说一定要去调查一下 听说是一个八千年前的遗址 八千年前 不就是制造出穷奇 和赛人的那个文明吗 那种可能性很大 那么久以前 是怎么会拥有那样的科技的 谜团太多了 发生紧急情况 在星云市郊外地底下 感知到巨大震动 对应的位置是 是云阳所在的地方 那是刚才出现过的 八千年前画面中攻击城市的怪兽 你说什么 是被恒星能源吸引才复活的吗 危险 快看那边 那怪兽出现了 糟糕 云阳和梦境有危险 他们俩都不见了 云阳和梦境的反应已经消失了 云阳 回答我 云阳 你的对手是我 你敢动市民们一根手指试试看 楼战士 星云 变身 变身 以火还火 火焰能量壁 冲 牛星烈焰 牛星烈焰出击 火焰 火焰能量壁 火焰能量壁 那个怪兽好像是从八戒年前复活的 你说什么 在宇宙守卫队的数据库中有与此相似的记录 穿越时空反复展开破坏的怪兽 名字叫做时空穿越兽 穿越时空 什么 岩石不见了 发现时空的扭曲 难道是 火焰能量壁 火焰能量壁 焰 小时 叫做时空漩涡 时空穿越兽之所以在这几秒内消失 是因为它穿越了时空引起的 该不会 云瑶和梦京也在时空穿越兽的力量下 穿越了时空 你说什么 陈飞 小心啊 这是什么 看上去像是石碑 可以破解上面的文字吗 梦京和云瑶沉睡于此 梦京和梦云瑶 你是说这里是梦京和梦云瑶的坟墓 推测年代是八千年前 这怎么可能 那他们两个都死掉了吗 一定没错 梦京和梦云瑶传越到了八千年前 准确来说 在八千年前就已经死亡了 你在说什么傻话呢 那我们必须要去救他们呀 没有使光机之类的吗 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 就算是我们宇宙守卫队 也不具备时间旅行的技术啊 那要怎么样做财 有了 有办法了 如果我们也跳进 时空穿越兽的时空漩涡里 穿越时空 这样会不会救出云瑶和梦京啊 这也太危险了 既不确定 我们能去到八千年前 也不能保证能回来呀 不是 我认为还是有可能的 洛轩 我分析了时空穿越兽发射的时空漩涡的波长 虽然显示出了几种波长模式 但如果跳进的时空漩涡和云瑶消失时波长相同的话 我们也可以去到八千年前是吗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 我做好了冒险的准备 宇宙守卫队规则第一条 相信直觉行动起来 你不会忘记了吧 只能这样吗 那好 既然决定了 我在这里 过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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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相同波长出现了 好的 行动 冬战士兴员和怪兽 它们消失去哪里了 哎呀 你想着今天能拍到不错的内容 跑得我轻喘吁吁的 我们成功了 这里就是八千年前的超古代城市吗 时空穿越兽也一起穿越时空了 快跑啊 那个巨人是什么 太好了 要给八千年前的人们战士帅气的样子了 圣剑能量币 冲 一击了结了你 星人山光寨 太棒了 冲战士 太棒了 陈飞 辛苦了 这里真的是 八千年前吗 我认为是这样 有什么东西正在靠近 你们是谁 从哪里来的 我们 不是可疑的人 看到刚才那个巨人了吗 我们是和龙战士一起的 请问 这里叫什么城市 再说什么蠢话 这里是孟京王国首都云耀城 你说什么 不能威胁他们 这也太壮观了 材料 建筑技术 都与现代蓝星非常不同 幸好 你们两个都没事 谢谢你们来救我们 一直在等你们 我们在这个时代 已经生活一年了 一年吗 八千年前肯定是没错的 但好像多少有些误畅 但是你们的服装是什么呀 好像国王和王妃呀 博士相 我们两个 就是真的王和女王 什么 真的 这是怎么回事 实在是有太多事想问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时空穿越受的时空振动波 使我们穿越到了 八千年前的世界 我们到达的时候 这个城市就已经处于毁灭的状态了 因此女王也失去了生命 国家也陷入了灭亡的危机 所以我请求他们成为新的国王和女王 帮助重建这个国家 你是 我是前国王 名叫阿斯兰 各位也是来自未来的客人吧 是的 对我们来自未来竟然一点也不惊讶 因为具有控制时空能力的时空穿越兽 已经多次使我们国家陷入了困境 阿斯兰国王接纳了来自未来的我们 并把王位让给了我们 时隔一年 这个国家又重新回到了原来的景象 为了对来自未来的两位表示敬意 将国家名改为了孟金国 首都名改为了云瑶城 那是什么 云瑶的肖像画吗 是我一年前去世的妻子 路易斯女王 和云瑶长得一模一样啊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啊 云瑶 难道是女王的后裔 不 我们夫妇并没有子女 只是样子长得像而已 云瑶 这是恒星能源 只要我集中意识 身上就会制造出恒星能源 在穿越时空之前 我触碰到了神殿遗址 应该是那时唤醒了这个力量 太厉害了 路易斯也有着同样的力量 所以我认为云瑶是路易斯的转世 不会吧 这个国家以恒星能源作为能量源 能源转化系统是身为科学家的我创造出来的 那就是说制造出恒星能源的云瑶 是这个国家的救世主 也是适合这个国家女王的人选 如果没有她的出现的话 现在这个国家就要灭亡了 先等一等啊 我们是来救云瑶和梦京的 你们该不会想要一直留在这里吧 这个当然不是 没错肯定要回去 我们在穿越时空之前 发现了你们的坟墓 我们的坟墓 虽然不知道准确的年代 但照此下去 你们一生将会在此结束 在那之前 我们要回到原来的世界 但是 我们要怎么回去呢 知道办法的话 就不用在这里受苦了 我们不能用超古代文明的技术 搜的一下 就穿越回去嘛 不要异想天开了 不可能的 穿越时空 如果时空穿越兽在的话 说不定 就是那个 再次被时空穿越兽的时空振动波击中的话 刚才不是打倒时空穿越兽了吗 要是时空穿越兽的尸体还在的话 我们可以分析时空振动波的原理 但已经被完全粉碎了 时空穿越兽的尸体 不是 那个有 时空穿越兽 被我打倒了 怎么会在这里啊 这是时空穿越兽 在一年前 袭击这个国家的情形 他和守护这个国家的穷极战斗 好像用光了所有力气 原来如此 那这个家伙 在八千年后复活了吗 出现在现代的时空穿越兽 就是他 什么 你们在说什么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这个时空穿越兽 是刚才陈飞打倒的那个 都打倒了 为什么还在这里啊 所以说 不管怎样 分析这里的时空穿越兽 也许能制造出 引起时空振动波的装置 也就是时光机器 我马上进行分析 我马上进行分析 超古代文明的科技 和宇宙守卫队的技术 结合在一起 肯定能行的 大家都一起 回到原来的世界 嗯 嗯 时空穿越兽好像是从翅膀 制造出特殊的波动 使时空发生扭曲 目前 只要人为制造出 相同的波长 那么 就可以穿越时空 但是如果这么做的话 我们就需要庞大的能源 将恒星能源的能量 汇聚到一起 一定可以 呃 好饿呀 我还是到街上去逛一下吧 这个时代也会卖点心之类的吗 嗯 哦 哦 云瑶 求你了 不要离开这里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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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时空穿越兽觉醒了 为什么现在突然 啊 啊 目前 具体原因不祥 啊 啊 啊 不好了 时空穿越兽过来了 时空穿越兽 以恒星能源为能量源 如果感知到云瑶是制造恒星能源的存在的话 终于轮到我了 啊 陈飞 靠你了 相信我吧 龙战士 龙战士 变身 难道他就是那个巨人吗 绝对不会让你伤害到云瑶分毫的 什么 龙战士 尽力量得很快 得很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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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完呢 防御能量毕 冲 钻石 龙拳风 如果 项路那个时光创严兽的话 或许能解决这一句说什么 螺旋 那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时间悖论 在那里的时空穿越兽沉睡了八千年 将会在现代觉醒 然后呢 如果这个时候打倒它的话 那么在现代复活是不可能的 原来如此 那我们因时空穿越兽的时空振动波 而发生的时空穿越也不会存在了 历史改变了 说不定我们就可以回到原来的时代 什么意思啊 我一点都听不明白 总之啊 打倒这个怪兽你就会知道的 拜托你了 陈飞 虽然不太明白 但是我知道了 打倒这个家伙就行了对吧 用这个来做个了断吧 来吧 大家都会回到我们原来的地方 阿斯兰国王 为什么 我不能让你打倒时空穿越兽 国王 你这是怎么了 因为你们不能回到原来的时代 您在说什么 云瑶 我们王国通过你的力量奇迹般的重建了 如果历史改变了 你来过我们王国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了 那样的话 我们的王国就会灭亡了 是会那样 但是 你绝对不能回去 你绝对不能回去 作为女王 必须履行职责到最后 发生什么事了 神殿的系统出现异常 这个系统什么时候 时空穿越兽变成了机械怪兽 把枪放下 我是这个国家的国王 我们只服从阿斯兰陛下 阿斯兰国王 复活时空穿越兽也是你干的吧 当然了 这一年来我一直在研究如何控制时空穿越兽 虽然穷奇失败了 但现在终于可以展示成果了 把龙战士赶出我们的王国 控制时空穿越兽 你要做什么 那当然是要 除掉一切障碍 把龙战士赶出我们的王国 陈飞 力量和速度和刚才完全不同 当然了 新时空穿越兽是我的最佳杰作 怎样做 才能让新时空穿越兽停下呢 只能从阿斯兰国王手上 夺走控制装置 但是 你现在的情况 我去 我来阻止阿斯兰国王 我们也走吧 净速模式启动 云瑶 她有危险 云瑶 我是不会让你如愿的 你的身体可以无限制造出恒星能源 换句话说 你是这个国家的宝物 留在我身边 成为永恒力量的源泉 你这个家伙 怎么能这样对待云瑶呢 你这样还算是一个国家的王吗 你什么都不懂 就别随便乱说 国王肩负着一个国家未来的重担 这小子能理解吗 现在 就由我去救云瑶吧 拜托你了 这里就交给我吧 必须要夺走阿斯兰手上的控制装置 飞翔能量 必 冲 龙战士星源 飞翔形态 去吧 新时空穿越兽 把龙战士送回到时空的那一边吧 星源闪光斩 这家伙太快了 速度虽然快 但是因为那个时空漩涡 无法展开攻击 既然如此 那就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了 我要换个形态 飞翼能量和 启动 可抵 可抵 啊 驾 啊 雲瑶 我现在就过去 雲瑶 陆萱 你 走吧 洛萱 好 这可不行 没完没了啊 不能放弃 新式空穿越兽 结束吧 为什么要这样 你这样做是为了什么 当然是为了这个国家的繁荣 龙战士 把你的力量让给我的话 只要有这两个力量 无论出现什么外敌 这个国家都能享有永垂不朽的繁荣 不要再说这些不可理喻的了 力量 并不是为了你一个人的理想而存在的 而是为了让其他人感到幸福而存在的 你身为国王 连这个道理都不懂 我会把龙战士的力量 用在大家的身上的 我怎么也不会成为你的傀儡 我也一样 我是不会再贡献力量给你了 醒醒吧 国王 王国的未来 就交给你了 投降吧 我只是想守护好这个美丽的国家 路易斯深爱的国家 这是怎么回事啊 快把它停下来 这不是我控制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是失控了吗 替我站住 新世空穿月少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一旦力量失控 总有一天会变成这样的 你在穷极失败的时候 还没有意识到吗 这里很危险 快离开这儿 暗阳阳 暗阳 暗阳 我绝对不会让你们牺牲的 谢谢你 陈飞 这个历史在改变 它在胡乱发射时空漩涡 陈飞 小心 危险 这次传越到哪里了 是星园室 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废墟 难道这里是未来的星园室 陈飞 没事吧 没事 不对 这样下去 战胜不了它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新世空穿月兽的铠甲是由恒星能源的能量驱动的 但是由于失控导致无法再承受恒星能源的能量了 原来如此 那这样的话 我会好好使用恒星能源的 不愧是陈飞 太厉害了 结束它吧 龙战士 没问题 没错 势军力敌的战斗才有意思 但这次真的是最后一击了 双刃回旋击 驾 时空穿月兽会沉睡在这片大地 会在八千年后苏醒 是我错了 为了满足自身的渔王 利用了你们 请原谅我 我要辞去女王之位了 嗯 我也是 我们都需要回到八千年后的未来 但是 据我所知 对于人为产生时空漩涡的方法 需要重新开始研究 目前还不行 我们 真的能回去吗 啊 那是什么 难道时空穿月兽乱射的时空漩涡还有 是可以回到八千年后的波长 真的吗 看快吧 不然漩涡就会消失不见了 好的 大家一起回去吧 来自未来的各位 祝你们好运 云瑶 快来 这里不是遗址发掘现场吗 我们真的回来了吗 确认当地时间 时间是从穿越之日起 刚好经过一天 我们确实回来了 你们看 啊 坟墓消失了 我们成功救出了云阳和梦京 所以改变了历史 啊 真是万幸 你们看这个 啊 哇 太厉害了吧 哇 抄古代文明之后 究竟会怎么样呢 再深入挖掘调查 应该就可以知道 哇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任何文明 任何生命 都不能永恒的事实 云瑶 调查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云瑶 每当你从身上制作出恒星能源 你的生命就会随之减少 啊 这样下去 你不久之后 那是真的吗 陈飞 这件事情 难道是真的吗 冷静 不是说现在就会变成那样 一定会有救云瑶的办法 呃 不要做那种表情 陈飞 都不像你 真是的 我 通过时空穿越兽的力量 穿越到了未来 看到了未来的星原石 仿佛是世界末日一般的样子 我刚刚收到了来自宇宙守卫队总部的紧急通信 是什么内容 宇宙监狱里发生了大爆炸 被关押的囚犯可能越狱了 怎么会这样 宇宙监狱是全宇宙安保最森严的地方 那个地方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告诉我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都要保护蓝星 陈飞 我们已经证明过了 未来是可以改变的 我们是宇宙守卫队 而且你是龙战士 那是当然 就让我来改变 遭到破坏的未来吧 每当从你体内制作出恒星能源 你的生命就会随之减少 这样下去 你不久之后 那是真的吗 你们说云妖会死 那是真的吗 陈飞 在看什么呢 我想我可以控制恒星能源的生成了 云妖拥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能力 这使得外星人和怪兽都很有可能会盯上云妖 我会保护她的 我绝对不会让云妖就这样死的 我不会再随意制造出恒星能源 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 你这个表情还要做到什么时候啊 我呢 我认为未来是可以改变的 你说得对 云妖你果然厉害 今天 大家好不容易一起来度假 都玩得开心点吧 等等陈飞 那个不对 我们不是来度假的 而是来执行秘密任务的 而且是相当危险的任务 我们正在前往巴布岛 是充满异国风情的旅游圣地 是一年四季都很火爆的夏天乐园 那是以前的事了 现在巴布岛处于非常危险的状态 收到信息说 从宇宙监狱里越狱的怪兽藏在这里 什么 那这次就是去和怪兽战斗 我们不是过去那里玩的 所以我说 不是去玩的 这是长官紧急下命令调查的重要案件 显然是 非常 非常残暴又可怕的怪兽 一定是 这个 我 这个是岩石对吧 估计是 是岩石 岩石啊 信息说怪兽的发生地点分明在这里 难道是长官把岩石误认成为怪兽 嗯 这不像长官会犯的失误啊 怎么会 长官您好 我是云瑶 刚才到达了巴布岛 我们现在在现场 但并没有发现怪兽的踪影 只有一块和怪兽长得非常相似的岩石 搜索发现 这里被称为怪兽岩 是巴布岛著名的旅游圣地 太酷了吧 真的好像怪兽 哦 但是拍照的话 傍晚时间拍会更好 为什么 是有什么缘故吗 据传说记载 和西洋膝下的怪兽沿河照 会使人变得很幸福哦 嗯 蓝星人好像都很喜欢那些传说故事 嗯 就是说呀 只不过是传闻而已 但是 如果没有怪兽的话 我们也没有理由继续待在这里了吧 啊 话是这么说 我什么跟什么呀 开始休假了 哇 等等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 陈飞说的对 有时候也需要这样的休息啊 听说穿上这身泳衣 进到海里也不会有问题哦 哇 太棒了 这里 快来啊 好的 女瑶 那拍照可就要拜托你了 多拍点我们玩的照片 享受当下 将复杂的想法 暂时放下 女瑶 发什么单啊 真能吃 好吃吗 接下来去哪儿呢 笑一下吧 真是的 要继续买吗 好酷啊 真的很酷啊 这么美好的世界 我一定会好好守住的 完全就像专业的摄影师 照片拍得真好 那个 虽然我不相信那些什么传说 但是 这种事谁知道呢 既然传说记载 在夕阳下和怪兽沿河照会变幸福 大家 拍张照怎么样 好啊 好啊 一起拍 清风 你快过来 这种事 偶尔相信一次 好像也很不错 清风 你好像是最相信的那个 很好 角度也很完美 看看这边 云娘 快来啊 好 马上就来 动了 我们没有动啊 不是说你们 我是说岩石动了 它没有动啊 它是真的动了 都说了它没有动 你再仔细看看 看吧 现在动了 但是没有移动啊 大家回头看得太慢了 我 我没看错 这是 什么 这块岩石不是怪兽也 这是真的怪兽吗 难道 这个家伙 就是长官所说的 从一众坚律跃语出来的 凶恶怪兽 我是沐云瑶 在巴木岛海边 发现怪兽出现 长官能听见我说话吗 是的 通信正常 分析怪兽后 马上套路战斗 是 这个怪兽上到陆地的我 会出大使的 陈飞 我现在传送 新的兴兽能量盒给你 变身龙战士 阻止它吧 明白了 龙战士星云 变身 大逆风马上 召唤 怎么回事 为什么它不动呢 啊 先等等 那个怪兽 不是从宇宙来的怪兽 那是什么意思啊 通过设备 确认了怪兽的数据 那个怪兽的名字 叫做奇岩怪 自古以来 就生活在蓝星的海边 每一百年睁眼一次 是指出现在蓝星上的怪兽 是在蓝星上出现 哦 哦 它开始动了 怎么回事 喂 我在这里啊 听不见我说话吗 奇怪 是在朝我移动 这使得 外星人和怪兽 都很有可能会盯上云瑶 云瑶 你要是敢动云瑶 一根手指头 试试看 他两脚站起来了 你要是敢动云瑶 一根手指头试试看 啊 啊 他两脚站起来了 我们先给他一拳 上 大地门往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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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噢 小妃 他又来了 不要 diy茶坊 噢 好 哦 哦 这是在攻击吗 我正在检索他目前的行为 不会吧 实在难以相信 云瑶为什么这么说 奇眼怪身体旋转的动作 好像是在释放善意 善意 该不会 云瑶 什么该不会 到底是什么意思 奇眼怪 他是想和我们交朋友 奇眼怪一百年睁眼一次 通过身体不停摇摆转圈 来释放善意 喜欢吃海草 还喜欢别人抚摸他的脑袋 这就像宠物与他的主人之间的交流 是个相当温顺的怪兽啊 所以他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攻击我们 刚才把你弄倒了 抱歉 看来不是很喜欢你 等 等下 喂 你要把云瑶带去哪里啊 我来追踪他吧 我们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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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就不能走快点吧 这风景真的好美啊 是啊 对不起 我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实在抱歉啦 前面是他喜欢的海草啊 这是想要送云阳礼物的意思吗 谢谢 他是不是想叫云阳你也试试看 我不能吃这个 吃了会拉肚子的 抱歉 七燕怪这是怎么了 七燕怪他好快啊 臣妃和猛马相合体可以提升力量 万一发生意外的话要阻止七燕怪 知道了 七燕怪到底发生了什么 谢谢龙战士 那么温顺的七燕怪 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狂暴啊 还不清楚没有数据显示说七燕怪是温顺的怪兽 让我们听到他的体内调查一下原因 好的 微缩能量病 冲 龙战士星园 微缩形态 七燕怪我要去你的体内调查啦 这是 七燕怪体内情况如何 他的体内充满了黑烟 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正在体内扩散 黑烟 还有刚才从体内散发出来的邪恶能量 难道是 陈飞 利用微缩能量病的力量 说不定我们就可以进化烟雾 明白了 微光子激光 这样行不通吗 分析结束 我分析了七燕怪体内变化特征 和刚才吃进去的海草 发现七燕怪的身体 好像是被钙恶丝细胞侵蚀了 钙恶丝细胞 怎么会 钙恶丝消灭了 细胞应该全部消失了 虽然不知道原因 好像是钙恶丝细胞黏在七燕怪吃的海草上 然后进入到他的体内操控七燕怪的细胞 被钙恶丝细胞侵蚀的怪兽 不管原来性格都会变得狂躁 这样的话 难道 不能用微缩能量币吗 但是 七燕怪的细胞本身好像发生了变异 进化石 不可能了 七燕怪最终变成危险的怪兽了 好不容易才清静起来的 七燕怪的速度变得如此快 是因为细胞发生了变异 蒙马虾 快清醒过来啊 回到原来的样子 七燕怪 拜托你住手 你是很善良的怪兽 你的内心 根本不想做这么狂躁的事 我说得没错吧 拜托了 快停下吧 云妖 快跑 她是 在和盖恶丝细胞反抗吗 这样下去不行 猛马虾 我们合体吧 合体 新元兽改装 大帝猛马形态 猛马虾 弘马虾 虾 虾 云妖 就是现在快跑 玉娘 齐炎怪 齐炎怪的身体 现在应该被 盖恶丝细胞控制着 齐炎怪现在 是以自己的意志在移动 难道他克服盖恶丝细胞了 他救了我 是在叫我 快走吗 齐炎怪 应该是被岩石压倒 所以没了力气 好像是想要回去 回到他自己该待的地方 可以休息的地方 没错 齐炎怪是归巢本能强烈的怪兽 睡觉的地方是固定的 进入长眠治愈身体 再次经过一百年后才会震开 还想跟他多玩一会儿呢 齐炎怪 他是个很可爱的怪兽 托你的福 又多了一段回忆 谢谢你 齐炎怪 难道盖恶丝现在还活着吗 盖恶丝现在还活着吗 这能力不错了 将我制造的核心送给你 赋予你足够的力量 好帮我完成侵略计划 你们不觉得 近来怪兽的出现也太多了吗 这都第几次了 这是这个月以来的第八指 难道是因为宇宙监狱遭到袭击 还是说 他们盯着我身上恒星能源的力量 不是云妖你的错了 要怪也要怪那些 弃略蓝星的外星怪兽们 陈飞 看又来了 陈飞 还能出击吗 当然 出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陈飞的能力值 目前看来只有平常状态的 百分之七十二左右 他说的话听起来像是强大精神 但是我也不能不出击啊 我可是一名龙战士 让我来快速终结你 龙战士 星云 变身 这就是 速度也太慢了吧 今天可以立刻结束了 居然避开了我的攻击 那这个怎么样 动作好迅速啊 你能击中得了我吗 他该不会是在读取我的动作吧 分析完毕 暂时把怪兽命名为超次元怪兽 陈飞 你说得没错 超次元怪兽 好像拥有预知未来数秒的能力 预知能力 这可能吗 这个 怎么了 超次元怪兽的心脏 镶嵌了什么东西 这可是 什么东西 是用人工智能做出来的吗 以目前状态 也只能说 是存在在 他心脏里的泥团核心 那个怎么会在 超次元怪兽的心脏里面 比想象中的强劲啊 但是 如果我就这么 输了的话 说不定那个未来 就会成为现实 我绝对不会 让它变成那样的 绪王能量和 启动 合体 这个躲不开了吧 这个怎么样 和起元怪相同的反应 有明显的钙恶丝细胞反应 钙恶丝细胞 难道 释放钙恶丝细胞的 没错 就是嵌在心脏里的核心 所以就是说 核心释放的 钙恶丝细胞能量 使超次元怪兽 变得极其暴躁 陈飞 没事吧 轻飞 轻飞 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没错 他就像在豹总一样 龙战士的输出功率正在上升 强烈的 强烈的 准备 住手 结束吧 这里 没错 这是我上次见过的未来 但是为什么 防卫军战斗机 发现龙战士 开始攻击 抹杀人类的龙战士 抹杀 在说什么呢 全体导弹 发射 怎么了 为什么攻击龙战士啊 住手 住手啊 刚才那是梦 超资源怪兽呢 可惜啊 这次让他跑了 可恶 如果我还有力气的话 天呐 到底是谁弄的 天呐 我到底都做了什么呀 还好 你没有造成什么伤我 陈飞 你没事吧 当时你的状态有点奇怪啊 好像看到了我之前见过的 未来星元室 未来 难道那是预知吗 预知 可能是被拥有预知能力的超次元怪兽击中 所以陈飞那个时候才可以暂时看到了未来 那你的意思是 那个样子以后会变成现实吗 不可以 那不可能是未来 我不会让星元室变成那个样子的 陈飞 也许是受到盖恶丝细胞的影响 你可能还需要接受详细的检查 哦 没事啊 也没什么大碍嘛 哎呀 我爸爸叫我帮忙送一下外卖 今天有点忙啊 陈飞 我去送外卖了 最近怪兽经常出没 你要小心啊 别担心 我是绝对不会输给他们的 你们放心吧 嗯 又不是你在战斗 哦 对 哦 不是 不是我 给我出去 你不再是我们的儿子了 你们这是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真的没办法接受 你居然是被通缉的罪犯 龙战士 什么 通缉 我没有做错什么呀 相信我 爸爸 妈妈 看在亲情的份上 我不会报警的 你走吧 你们 在 在说什么呢 呃 呃 呃 陈飞 陈飞 你没事吧 突然像丢了魂一样 怎么了 呃 没 没事啊 呃 我去送外卖去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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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真的是预知未来的能力吗 如果是真的话 在未来我真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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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抓住他 快抓住他 各位 他就是龙战士 神力的敌人龙战士 抓住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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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啦 突然就跑了 别再想着逃跑了 秦枫 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了 这里的未来 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到底做了什么啊 全部都是因为你 叛徒龙 臣妃 你在与怪兽的战斗过程中 沉溺于自己拥有的力量 最终你为了不停战斗 背叛了所有信任你的人 你骗人 我没有那样做 没有骗你 而且 你把未来引向了毁灭 我想要不停地战斗 这简直就是胡说嘛 真的是那样吗 我难道就没有沉溺过力量吗 那是我 陈飞 能听见吗 怪兽出现了 超次元怪兽重新出现了 陈飞 你没事吧 我马上就来 干嘛要发抖啊 我可是龙战士啊 我要去战斗 我要去消灭怪兽 大家都住手 我不想和你们战斗 不停战斗的是你啊 龙战士 不 不是的 我不想要这样的未来 我 别担心了 我 我 阿 阿 阿 龙战士星云 变身 陈飞 回答我 陈飞 还是不行吗 手表设备的电源好像是关闭的状态 无法确认它目前的位置 它就像是在回避和我们的联系 可能是因为陈飞被未来的那个情况影响了 真的是那样吗 看到陈飞那个样子 我莫名有一种非常不好的预感 还有一件事已经证明了 陈飞的体内也出现了钙恶丝细胞的反应 什么 你是说钙恶丝细胞在陈飞体内 推测发生时间显示 陈飞所看到的未来 也肯定是受钙恶丝细胞的影响 陈飞会不会有事 不知道钙恶丝细胞会对陈飞产生什么影响 之后它还能不能恢复到 洛轩 陈飞一直以来克服了很多困难 即便是受到了钙恶丝细胞的影响 也一定能战胜的 我相信陈飞 没错 我相信陈飞一定能克服的 陈飞 像是在害怕什么 感觉不像是我们的儿子了 陈飞 他有来过这里吗 他还没有回来 他到底去哪儿了 你们也在找陈飞吗 是的 我是第一次见陈飞脸上 出现那么沉重的表情 清风先生 我们一起找找吧 不能让他自己一个人 必须要找到陈飞 我明白你们的心情 但是现在怪兽猖獗 还是我去找吧 你们 带着陈飞的爸爸妈妈离开这里吧 但 但是 忘了吗 我可是侦探呢 找人是我的专长 宇宙侦探规定第一条 承诺一定要遵守 那好吧 听您的 清风先生 你也一定要小心啊 大家 请往这边疏散 大家不要着急 跟着我们走 怎么了 那个姐姐 龙战士为什么还不出现 那个 由于龙战士一直没有出现 市民的不安在不断扩散 难道龙战士 真的不会出现吗 会出现的 你们 我相信 龙战士一定会出现的 他一定会拯救我们的 所以 大家一定不能失去希望 没错 如果我们都不相信 谁还会相信 龙战士 一定会出现的 我们相信 没错 越是这种时候 我们越要相信龙战士 出现的 但是我 即便现在不能变身了 也要站在陷入困境的人的身旁 但是你也看见了 清风 我变身成为龙战士 暴走成那个样子 根据云摇的分析 那是因为 遭到了超次元怪兽的攻击 这不是你的错 其实是 怪兽将我的内心欲望放大了 当时 我凭借龙战士的力量去战斗时 感到非常的兴奋 陈飞 如果 我把未来影像毁灭的话 那我不变身成龙战士 是不是会更好 告诉我呀 清风 陈飞 我不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答案 但是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我 一直坚信选你 成为龙战士的选择 一定是正确的 当时的你 即便没有作为龙战士的力量 也果断地克服了危机 即便没有龙战士的力量 你也会去救陷入困境的人类 我选择你 成为一名龙战士 就是因为你有这种品质 你不需要去畏惧力量 陈飞 你不是一个人 很多人在等着你呢 大家都在等着龙战士解救 是等着你去解救他们 如果因为害怕糟糕的未来 那就想想相信你的人吧 妈妈 妈妈 你在哪里 妈妈 你在哪里 好了 来不及了 危险 走这些 真的是 龙战士,和清风说的一样 各位,是龙战士 我们的英雄龙战士出现了 龙战士星人 龙战士 陈飞,现在没事了吗 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 现在没事了,剩下的交给我 我现在不会再害怕了 我会继续战斗下去 我会终结你的 做好心理准备吧 去吧,龙战士 猛马像能量和,启动 做得很好,猛马像 在超次元怪兽预知未来之前 快速攻击他 合体吧 合体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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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自细胞量都各自增加了33% 超次元怪兽似乎再次扰乱了龙斩石的心神 给它展示了未来 加油龙斩石 加油龙斩石 龙斩石 龙斩石 加油龙斩石 没错 大家都在支持我 我不能在这里倒下 龙斩石 龙斩石 你 呀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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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カー 盖オイス 细胞反应 已经完全消失了 你做到了 陈飞 太好了 到飞了 各位请看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为龙战士的胜利加油啊 龙战士才是我们的英雄啊 飞应能量盒启动 我们做个了结吧 消失吧 金刚能量和启动 金人兽开装 智力金刚形态 多维分身功能 铁铁粉碎拳 太好了 解决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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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接下来我不会再犹豫了 我要为相信我的人而战 这就是龙战士的使命 竟然消失了 超次元怪兽的核心 是的 刚才去回收 但已经消失了 制作出盖尔斯细胞的核心 消失了就意味着 核心一定是心怀不轨的人 创造出来的 难道 他真的还活着 盖尔斯 来吧 末日即将降临 英雄元氏晴空万里 是一个非常适合外出游玩的日子 知道了宝贝 今天晚上我马上就去接你 认识也是 那是什么 快看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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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大少 救命救命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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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现在那个招牌已经不重要了 这 这样连出击的机会都没有啊 星光 我没什么大碍 你们快离开这里 学校教学楼就要倒塌了 啊 竟确认世界各地鹰导弹正在遭受巨大损失 从数据看 他们最先破坏军事的相关设施 这些事到底是谁干的 好重啊 行啊别 小 在发什么呆呢 那边又来了 金刚 准备好了吗 来 合体 金元兽改装 聚力金刚形态 看到了吗小 要不是我 你已经被导弹击中了 增强一下爆发力可以吗 什么呀 但是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阿尔伯特呢 加上进程好吗你这臭小子 阿尔伯特大任他 他们到底是从哪里发射的 又来了 什么 阿尔伯特 那个 陈飞 分析完毕 那个是 之前镶嵌在超次元怪兽心脏的核心 变身 那是什么 阿尔伯特 这人怎么回事啊 没用的 他好像听不到我们的话 为什么会这样 现在的阿尔伯特大人 不是我们认识的阿尔伯特大人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阿尔伯特大人变成那样 肯定就是因为我 阿尔伯特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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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哪里 阿尔伯特大人 这是可以孽孽的好机会 阿尔伯特大人 那是阿尔伯特的变身道具吗 那是阿尔伯特的变身道具吗 你这家伙是 这不是盖厄司吗 找我们家小奥有什么事呢 阿尔伯特大人 找你的玩具能有什么事呢 真是的 真没眼光 小奥可是我最好的杰作 我不想陪你玩语言游戏 阿尔伯特 你有没有想过 把你那被称为神的头脑为我所用 哎呀 你制造这起骚动 就是为了把我弄出去吗 这说明你有那样的价值 哈哈哈 你能这么想 我非常荣幸 可惜的是 我以前可没有那种 为了其他人的演奏 做配乐的爱好 我现在忙着进行各种研究 要不 你排下队 既然这样 我只能消灭这家伙了 究竟是你的命重要 还是你玩具的命重要 做出选择吧 那个 如果把这个能量团 植入你的体内 你就会失去自己的意志 成为只听从我命令的存在 你那深邃的智慧 就将成为我实现野心的工具 你到底在说什么 盖厄司 阿尔伯特大人 您在犹豫什么 我就是一个机器而已 您重新再做一个就是了 小傲 你这样说是不对的 其实 我一直把你当成我的孩子 阿尔伯特大人 但是 如果 用他人的力量实现梦想 能有什么开心的 我完全不能理解 盖厄司 阿尔伯特大人 但是 盖厄司 你知道我的外号是什么吗 你到底想说什么 是恶魔 是恶魔 我期待着跟你一起到地狱 你 你 救我 而且盖厄司理都不理我就走了 说我不配当他的对手 怎么会 你说阿尔伯特被攻击了 而且盖厄斯他还活着 也是炸毁宇宙监狱的元凶 等 等一下 只要除掉相见在阿尔伯特胸前的能量团 不就能救下阿尔伯特了吗 没用的 为什么没有用 我和被盖厄斯侵占身体的对手交战过 我的身体也被侵占过 但是最后我们都恢复了原样 我们的对手是盖厄斯 他和你战斗过的家伙是完全不同的级别 我是不会犯那样的失误的 阿尔伯特大人竟然攻击我 小奥 你别灰心了 不能就这么放弃了 说什么呢 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与其让阿尔伯特大人 在其他人面前展示这副模样 那还不如让我来打倒阿尔伯特大人 我无法理解 你不需要理解 小奥 你别放弃 阿尔伯特虽然是内部模样 但是现在他还活着 不是吗 只要还活着 就有恢复的希望 阿尔伯特 你也是一样的 总是以为自己像造物主一样 自以为是 你不是说 你不会放弃的吗 却乖乖地按照盖厄斯说的去做 sein sold한 rés SAR Delete 快不但吗 鸿灯斛 好 肯定 楞钧 坏 盂 一顿 是 都赚 一顿 我 小奥,我的爆發力還是可以的吧? 爆發力就不知道了,運氣倒是不錯。 好久不見,小奥。 蘭洛軒嗎? 事情我已經聽說了,雲妖,雲妖,雲妖。 雲妖現在有話要跟你們說。 陳妃,雖然距離金剛形態很不錯,但是大溪中的水分含量很高。 控制大溪中的水分在進行戰鬥會容易很多。 雲妖,你應該跟陳妃解釋得簡單一點。 也就是說,要使用通過冰屬性戰鬥的北極熊能量盒。 明白了,不愧是雲妖,我完全理解了。 精霸D雲我A的小奥,不愧是雲的。 設定快,水分滿要不緊的! 紅的雲妖,不愧是使上onne mode的。 老奥的Guy nicht到了。 好烹恨! 我之間。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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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封锤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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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姆特大人 哦 醒了 感觉怎么样 我是谁 你的名字叫小傲 还有我叫阿尔伯特 从今天起我们就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阿尔伯特 没错 听多多指教了小傲 好好茁壮成长吧 因为你的任务是要把我除掉 现在应该动不了了吧 这是 小 这是怎么回事 是盖厄斯 盖厄斯 是盖厄斯 那家伙支入阿尔伯特大人体内的能量团 强化了阿尔伯特大人的力量 陈飞 你看那 变身 是跟着北极熊的能量制作出来的吗 变风锤 驾 驾 王帅使 你还真让人不省心呢 嗯 嗯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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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真让人不省心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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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個多 蓋厄絲 阿爾伯特 再堅持一下 阿爾伯特 這 是龍戰士啊 但是小奧 你在這裡想要做什麼 阿爾伯特大人 你 你不是被蓋厄絲 奪走意識了嗎 這是因為你們的攻擊 他的支配能力 現在多少有點減弱了 但是我馬上會重新變回怪物狀態 龍戰士 如果我變成那樣的話 請不要猶豫 除掉我 我想你們應該也知道 嵌在我體內的核心 是我的弱點 這個特殊構造 看起來好像可以提供 十分龐大的力量 但如果被破壞 真的 沒有辦法了嗎 可惜的是 現在所剩的時間不多了 阿爾伯特大人 你怎麼了 小奧 阿爾伯特大人 你到現在 有幸福過嗎 一開始 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目標 應該是想在 那永恆的孤獨中 有一個可以 和自己同等對話的存在吧 能夠自主思考 獨立進化的人工智能 總有一天會超越我 阿爾伯特大人 阿爾伯特大人 你怎麼了小奧 以前您說過 將您除掉的話 你說的那是什麼意思 首先小奧 我問問你 怎麼定義英雄這個詞呢 是我的話 我認為那種會想方設法 出現在不可能存在的地方裡 去戰勝不可能戰勝的敵人 在危機的情況下 拯救原本的就是英雄 我希望 你能成為那樣的英雄 你說英雄嗎 我就這麼說吧小奧 如果有人能打倒成為惡魔的我 應該就叫做英雄吧 呃 什麼 雖然我已經活了很久 但是我從來沒有遇到過和我同等的存在 雖然大家都稱我為惡魔 稱我為神 但最後都沒有人認可我為同伴 但是 在人生的最後 我終於要見當那樣的存在了 那個 沒錯 是英雄 如果沒有跟我同等層次的生命 宇宙對我來說實在是太渺茫了 龍戰士 我也有話要跟你說 阿爾伯特 這種情況下還要說什麼呀 一般來說 爭鬥是從對他人的憤怒開始的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飢餓 飢餓會讓人越來越憤怒 會對他人產生憎惡 換句話說 想要宇宙和平的方法 就是先不能讓所有人挨餓 當然 靠單純的吃飯是解決不了的 需要的是吃下後 能讓憤怒瞬間消失的終極食物 你必須 要做出一道銀河第一的點心 你 阿爾伯特你在監獄裡 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嗎 當然 肯定不只是這些了 我還想過了 應該怎麼樣改良你們店裡 曾經公開過的那些美食配方 生薑五克和醬油兩勺就足夠了 那樣就能夠做出銀河最好的點心了 唉 舒服了 因為我很想對你說這句話 阿爾伯特 知道了 你剛剛說的點心配方 我會把它做成銀河系最好吃的點心的 那我就放心了 這是告別禮物 轉交給孟雲瑤 孟雲瑤會知道這代表的是什麼意思的 很可惜 這是最後的戰鬥了 快走 小二 這是超越我的最後機會 盡情來戰 阿爾伯特大人 阿爾伯特大人 恩 龍戰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现在不可能存在的地方 战胜无法战争的敌人 在无法挽救的情况下 拯救人们 那是什么意思 是英雄的条件 记住了 龙战士 我们要救出阿尔伯特大人 差点 难道 我真的不是阿尔伯特大人的对手吗 要说多少遍你才能听懂啊 小傲 没有人从一开始就强大 只要努力 慢慢变强就可以了 阿尔伯特大人 那 现在真的要到分别的时候了 小傲 这个你一定不能忘记 你一定要幸福 因为你是我这漫长岁月人生当中 我唯一爱的孩子 他懂了事情 你必须打得更只掌气 你必须阻挤得更加异类 快点 Content 哦 不要 那 啊 啊 呀 呀 雨 Prefer 啊 我会就这样放弃吗 我可是阿尔伯特大人最棒的杰作 小奥 我们走 龙战士 好 上 不能再退缩 我一定要赢 我也不能输 流光星辰 阿尔伯特大人 谢谢 小奥 这是 云瑶 这个 分析结果出来了 是阿尔伯特制作的纳米机器 纳米机器正在复原全世界 阿尔伯特 它是在拯救全世界 钢铁的造物主 天空和城市 看起来好美啊 被称为恶魔的我 居然可以这样悠闲地 看着蓝星 美丽的天空 然后慢慢地死去 感觉这样也不错 不要哭笑啊 不是说了吗 因为你 我很幸福 所以 你也一定要幸福 但是 今天真的话 阿尔伯特大人 阿尔伯特大人 哎 生姜 你不会忘了吧 怎么可能啊 你不是毛手毛脚的笨蛋吗 你要好好确认一下 有没有拿好 果然 我的典型是银河最棒的 当然了 你也不看一下 这个配方是谁想出来的 你这个配方小偷 欢迎光临 好吃的点心来了 银河最好吃的点心 今天银河宣点心免费赠送 各位 吃点给你家的油吧 欢迎品尝 欢迎品尝 好 是就得好哎 好 这些点心的配方 是银河第一天才发明的 请一定要尝尝看 欢迎品尝 给我当着龙战士 我会让你和蓝星 一起支离破碎 洛轩 你不是有事要汇报吗 是关于从阿尔伯特身上回收的 关于心脏核心的报告 准确来说 是之前镶嵌在超次元怪兽 心脏的核心吧 是的 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 这个核心会释放 钙厄丝细胞 具有使生物体变凶暴的能力 但是 发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 在超次元怪兽 和阿尔伯特被植入核心之后 每当他们倒下的时候 核心就会净化得更加强大 每当倒下 就会净化的核心 真是可怕的能力啊 做出这个核心的 真的是盖厄丝吗 应该是的吧 我们需要把它作为研究样本 一定要谨慎保管 阿尔伯特真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难题 不 还一起留下了希望 这是阿尔伯特交给陈飞的储存芯片 那里面有什么啊 是关于龙战士新的能量核数据 真的吗 目前还在分析当中 但如果能完成这个能量核 也许会获得不可思议的力量 火山地带发现怪兽出没 竟然出现了三只怪兽 之前出现过的灰星怪 一空见章鱼垃圾怪物出现了 火山喷发 是因为这些家伙吗 如果继续对火山施加刺激 将会给市区带来巨大灾害 交给我吧 我来一次性解决他们三个 吓我一跳 小心 那些怪兽因为肝恶丝细胞的影响 力量上升了 汉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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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火山深处大量岩枪正在急速上升 汉兽 得赶紧了 星元兽开装 与你紧张形态 火山深处大量岩构 火山深处大量岩构 火山云兽 银铁粉碎权 大量的岩构即将喷发 星元兽开装 兵穿英雄形态 兵风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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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千锯一范 好累啊 怪兽复活这都已经好几只了 最近怪兽在世界各地 积连复活了 共同点都是受到盖恶丝细胞的影响 力量的增强和发射黑色波动 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击 复活的怪兽集中出现在火山地带 海底的出海口和陆地板块边界等 为什么不是在人群密集的地区 而是在那种地方进行攻击呢 实在无法理解 盖恶斯他到底在图谋一些什么呢 或许 已经藏在蓝星的某个地方也说不定 虽然不太清楚 但正如阿尔伯特所说的 破坏宇宙监狱的就是盖恶斯 他肯定对蓝星图谋不轨 怪兽出现难道只是个开始吗 如果盖恶斯出现的话 我们得制定如何战斗的策略 交给我吧 我不会让蓝星被盖恶斯毁灭的 变身器上有盖恶斯细胞 蓝洛轩 拜托你分析一下 好的明白 目前变身器的能量正在不断地消失 应该是刚才的战斗中受到攻击的缘故 那怎么办 龙战士 星园 变身 我现在不能变身成龙战士 为了能够再次变身 需要恒星能源作为能量源 不好了 储存在基地的恒星能源全部用完了 需要找到新的恒星能源时 不用那样 云瑶 用我的力量的话 不能用那个力量云瑶 不可以云瑶 这样只会损耗你的生命 我知道 但是 这关乎于蓝星的命运 云瑶 不要 不要啊 云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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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以前更糟糕了 继续这样下去 云瑶的生命 为什么云瑶 才会有这种力量啊 没有治疗的办法吧 就目前来说 通过恒星能源的力量 变身器 恢复原来的状态了 云瑶 让我用云瑶的生命为代价 去拯救蓝星吗 这像话吗 现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怪兽 龙战士还能继续保护蓝星吗 也有不少人指出 蓝星防卫军应该开发新的武器 龙战士太难了 要独自背负起蓝星的命运 虽然不知道他是谁 生活在哪儿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好好吃饭 我回来了 哦 陈飞回来了 陈飞 我们可约好了今天打游戏的 我们可是一直都在这里等着你呢 那个嘛 对不起嘛 陈飞 你给我过来一下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什么事啊 我说你最近呢 总是不顾家 做点心的时候也魂不守舍 发生什么事了 嘿嘿 说什么呢 谁魂不守舍了 少姐 下周我们一起玩发售的新游戏吧 我们早就已经约好了呦 这一次你可不能再突然毁约了呦 嘿嘿嘿嘿嘿 这里 路易斯女王 不久之后 盖厄司就会对蓝星进行猛烈攻击 但还是有希望的 希望你们 齐心协力克服这场危机 还有 恒星能源的原星 路易斯女王给你传递信息了 得到了她的重大情报 蓝星深处埋藏着 被称为原星的巨大恒星能源石核心 原星早在蓝星诞生的数十亿年前就存在 并一直制造着恒星能源 在那么久以前 但是 在地底深处产生的恒星能源 是如何出现在地上的呢 我和路易斯女王有着特殊的体制 原星和我们的身体是相连的 原星制作的恒星能源石 以我的身体作为媒介出现 从现在开始才是重点 盖厄司的目标是原星 什么 原星是起着调节蓝星环境平衡的作用 如果这股力量被全部吸收的话 那会怎么样 世界各地都会发生地壳变动和自然灾害 人类将会走向灭亡 那些 被盖厄司细胞复活的怪兽盯着火山 出海口 大陆板块边界难道是 他的目标会不会就是想夺走地下深处的原星呢 火山和出海口 大陆板块边界和地底下的原星相连在一起 应该是想攻击那些地方 开辟一条可以接近原星的路 但是盖厄司呢 他在哪儿 很可惜 并不知道 紧急状态 罗轩 麻烦你了 去联系一下长官 正在尝试连接 但目前还没有回应 什么 大家 请看电视 蓝星人 我有一个重大的消息要告诉各位 长官 长官怎么会出现在蓝星的电视上 我是宇宙守卫队的长官神海 打造出了各位所认识的龙战士 也是龙战士的负责人 蓝星上不断有怪兽出现 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机当中 这样下去 蓝星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 人类将会走向灭防 但遗憾的是 借靠龙战士的力量很难拯救大家 长官 他怎么这样 他在说什么 这到底是 不过 各位请放心 为了拯救大家 宇宙守卫队和蓝星防卫军 就联合进行了秘密项目 代替龙战士拯救蓝星 我们的救世主 就是倒入最新技术的 宇宙最强的机器人 他就是终极蓝艇号 这是怎么回事 我身为指挥官都没有通知 我就进行新蓝艇的开发 多有冒犯 我从你妹妹那里得到了很多的帮助 我知道蓝星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但是蓝艇有暴走的危险 这是被废除的项目 梦京 你已经不再是指挥官了 什么 怪兽现在不断出现 但是你并没有拿出有效的对策 不是吗 我们决定 在新任的指挥官 神海长官的指挥下克服蓝星面临的危机 已经在打栏中心里了 灵养 但是这人是不想了 就不想了 入到检查 到底在这儿 怎么办 你还不是 在这里 拢的 怎么办 那就是人类需要冒着生命危险 才能变身的缺陷 那个不是缺陷 陈飞他说的没错 我相信陈飞 我把这个希望交给了他 真是令人寒心哪 想不到 竟然把希望交给了无能的人类 无能的人类吗 你 不是长官吧 真是愚蠢哪 现在才看出来 盖尔斯 齐峰 云瑶 你爸真正的长官怎么了 现在应该在我们的故乡 米诺亚行星 悲惨的死去了吧 你们应该也猜到了 这个核心是我创造的 一旦插入宿主的心脏 核心就能在宿主牺牲时再次进化 而且现在将成为最强的核心 阿尔布特的死不会白费的 这就是你的目的吗 你这家伙 陈飞 所以我不是说了吗 不要把希望交给那些无能的人类 因为你拥有了龙战士的力量 才会牺牲的 那么就给我 消失吧人类 说真的宇宙守卫队的实力也太差了吧 小鹅 盖尔斯已经被送去了城市郊外 但是核心已经落到了盖尔斯的手中 打倒那家伙就没那么容易了 竟然耍小聪明 但还无法跟我对抗 那就让你们看看 什么才叫做绝望 这 这是 世界各地发生大规模的地壳运动 可能会发生前所未有的大灾害 请大家小心 云阳 你怎么了 我 我能感受到 人心的力量 通过火山海口 正在被盖勒斯吸收 没有办法阻止它吗 你们快看 那个 感受到了 数十一年来支撑着蓝星的巨大能量 这就是远星的力量 干嘛 我现在去阻止那家伙 陈飞 等一下 这样战斗是肯冲动的行为 我也知道 但是如果我不去的话 谁来对付那个家伙 没有作战计划 你觉得能战胜它吗 你这个笨蛋 出现在不可能出现的地方 战胜无法战胜的敌人 在无法拯救的情况下 拯救人们 这不就是成为英雄的条件吗 星云士 不 蓝星 由我来守护 龙战士 星云 变身 星云兽开装 大地猛马形态 我不会任由你破坏蓝星的 陈飞 有什么东西正在高速拘禁 什么 终极蓝艇 快去检查一下数据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为什么 终极蓝艇的目标已经确认 地点是星云士上空 这是不可能的事 没有驾驶员怎么换 估计是通过远程操作 系统登陆失败 盖恶司 你这家伙 他是 为了保卫自己 才制作出蓝亭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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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阳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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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下去 原心的能量 会全部消失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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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云兽凯壮 英勇失望形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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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骆轩 骆轩 你现在可以拦截正在播放的电视直播吗 应该可以 但是 好的 快一点 行园室的市民们 我是宇宙守卫队的沐清风 经过确认 之前在记者招待会上介绍自己 说是宇宙守卫队长官的那个人 其实是蓝星的侵略者 在交锋的中级蓝亭号也是那个侵略者操纵的机器人 我想各位市民都知道龙战士 为了这个城市付出了多少努力 拜托各位 千万不要被那个侵略者所蒙骗 继续为龙战士加油吧 请大家赐予他力量 说的没错 至少到目前为止 龙战士已经救了我们好多次了 星元氏之所以还能存在 全靠龙战士 我们感谢龙战士都还来不及呢 为了龙战士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为了龙战士 我们能做的当然是 为龙战士加油 加油 龙战士 龙战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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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战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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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战士 一定要战胜他 给我一起送走那种家伙 龙战士 救救星元氏吧 裙战士 你是否反映我们 龙战士 Night of blood H 大家 大家 我会加油的 龙战士 太棒了 盖额四 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 星元兽凯庄 猎叶飞鹰形态 盖额四刚刚通过 元兽的力量进化了 陈飞 龙战士 既然这是最后一次 就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 选择归顺我 还是被我毁灭 别斗了 我会将你打倒的 割笑至极 全世界的人类 看看愚蠢英雄的下场吧 看看龙战士 将有多彩 避开 陈飞 这边是现场报道 大家可以看到 龙战士被打败了 蓝星的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呢 那是什么 中间的只是什么 龙战士 龙战士 这是个战士 好像是一个 二十二岁的青年人 是陈飞 龙战士的真实身份 就是一个青年人 你们看哪 碎片和尘土正在不断升空 龙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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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那真正的末日 才刚刚开始 这里是 我家 陈飞 你终于醒了 清风 我把真相告诉了你的家人和朋友 关于你是龙战士这件事 现在世界上所有人都知道你就是龙战士 陈飞 原来你一直独自承担这一切 爸爸 怪不得你没学会做殿系 原来你一直都在为保护兰星战斗着 对不起 我一直瞒着你们 别说对不起 身为你的爸爸我很自豪 陈飞 不知不觉你都长大了 我们的陈飞啊都长成大人模样了 对了 盖尔斯呢 盖尔斯从昨天开始 不断在吸收原先的能量 因此 世界各地正在面临巨大的灾难 云瑶的身体连接着原先 所以目前的状况很不稳定 如果原先失去了全部力量 孟云瑶就会牺牲 蓝星也将毁灭 我们没有打倒盖尔斯的办法了吗 昨天晚上 蓝星防卫军果断发起了总攻击 打毫无效果 终极蓝艇号被抢走 我们也已经无能为力了 那我重新 目前找不到恒星能源始了 所以不能再使用变身器 很遗憾 你现在无法变身了 这怎么会 虽然已经向总部请求支援了 但各个行星上的龙战士 都在忙于追赶 从宇宙监于悦育的罪犯 所以暂时是得不到支援的 你说什么 那就只能这样看着蓝星慢慢毁灭吗 云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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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勉强自己了 说不定还有拯救蓝星的办法 你说真的吗 难道 你又想消耗自己的生命 来制造恒星能源始吗 绝对 不可以 不是 路易斯女王在梦中告诉我 云瑶 你和元星相连在一起 不仅有制造出恒星能源始的能力 也隐藏着与之完全相反的能量 完全相反的能量 没错 被盖厄司吸走的能量 可以汇聚到你的体内 然后再次重新回到地下深处 但是 那是最后的办法 我也不知道 你的身体能否支撑得住 我来说一下我的作战计划 就是我当作诱饵被盖厄司抓住 如果知道了我和元星是联系在一起的话 盖厄司肯定会把我当作媒介 收集元星的能量 然后 我来吸收盖厄司夺走的元星能量 让他回到地下深处的地方 那样的话 盖厄司就会失去力量 那样作业太冒险了 陈飞 要牺牲孟云瑶来拯救蓝星 这绝对不可以 云瑶你这个计划 我绝对做不到 陈飞 谢谢你 云瑶 虽然我无法成为龙战士 但是既然 我生来就拥有这种力量 我也想为蓝星而战 你说什么 那我先走了 云瑶 云瑶等等 云瑶 宇宙守卫队的小女孩 你怎么来了呢 我来和你做个交易 我给你力量 但是你不能够再次伤害我们人类的生命 你的身体竟然能和原心连接 有意思 原心的力量 就用你的身体全部吸收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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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有恒星能源石的话 就能重新变身了 纯妃 不要放弃 少杰 美琪 你竟然一直隐瞒你是龙战士的事实 太过分了 我们可是朋友啊 对不起啊 我们都已经了解你的情况了 现在该轮到我们上场了 各位观众 这里是龙战士特别频道 各位星原市的居民 我拜托到架 请把力量借给我最好的朋友 龙陈飞吧 我的朋友龙陈飞就是龙战士 他是星原市的英雄 为了能让陈飞重新变为龙战士 我们需要恒星能源石 就是这样的 闪闪发光的石头 大家看 有看到这样的石头 请带来银河轩饭店 一直以来都是龙战士拯救星原市 这一次轮到我们拯救龙战士了 少杰 美琪 来了的话 大家顺便尝尝我们银河轩的点心吧 哦 纯飞 看这边 龙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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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龙战士 我给你 龙战士 找到了 龙战士 找到了 龙战士 找到了 我们能做的 只有这些了 拜托了 请一定要拯救星原市 龙战士 加油 加油 龙战士 打拜托 你好 刚才的直播 我们在节目里 也播放了你们的视频 大家都在支持龙战士呢 感谢大家 哦 播放量突然碰好几百万 我视频大火的梦想实现了 终于实现了 宇宙守卫队规则最后一条 相信奇迹 才能创造奇迹 季风 实在太帅了 哦哦哦哦哦 下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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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的 哦哦 啊 这么多的航系能源时 龙战士应该可以重新战斗了吧 和盖尔斯决意死战吧 没问题 成功了 变身器完全复原了 战斗吧 臣妃 龙战士 星原 变身 哦哦 龙战士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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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战士 加油 加油 令人惊叹的一幕 星原是世民的力量 凝聚在一起 成功帮助龙战士复活了 多亏了大家 汇聚的力量 太好了 不好 云阳有危险 哦 你这家伙 尽该息怒我 啊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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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无处可逃了 束手就擒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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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元兽开端 烈焰飞鱼形态 加油啊 龙战士 你们一招打败那个家伙吧 加油啊 龙战士 龙战士 玉妖 龙战士 真是她 居然独自做这么危险的事情 这话应该是我说 太快了了 加油 龙战士 同志 加油 龙战士 龙战士 加油 龙战士 龙战士 陈菲他一定能赢得对吧 那是当然了呀 陈菲虽然是全世界运气最差的 但是他总是能把不幸变成幸运 我相信陈菲 龙战士的战斗由我来现场直播 全世界的朋友们一起支持龙战士吧 龙战士 冲啊 渺小的人类 竟然还再次挑战我 为什么不敢呢 不管多少次我都不会放弃 我要小看我们人类的力量 奇迹的力量 烈焰 风暴 完全没有作用 说得很厉害 其实就这点本事吗 你好好看看 奇迹是不会存在的 这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停下来了 你失算了 盖厄司 什么 盖厄司 你最大的失误 就是没有除掉我这个蓝亭的设计者 蓝星防卫军收回蓝亭的远程控制系统了 去吧 终极蓝亭号 给他看看蓝星防卫军的意志 不愧是我的大哥呀 我们一起战斗吧 什么你大哥 陈飞你能不能别乱叫 这次应该会有点痛 啊 既然恢复了 那家伙是不灭之身吗 哈哈哈哈 嗯 嗯 嗯 啊 啊 陆轩 有什么办法能战胜那个家伙吗 我现在正在分析中 加油 武龙战士 加油 加油 武龙战士 加油 加油 吵死了 快避卡 那个 骆轩 我来救你了 罗尔 你怎么会在这 在宇宙旅行途中去了米诺亚行星 那时救了一个人的性命 长官 您没事吧 对不起 让你们担心了 我和元君一起来了 元君 危险 别爱手爱脚 爱手爱脚的是你 毒蛙怪 你不是被关在宇宙监狱里面吗 运气不错 监狱被毁后我就逃出来了 虽然最后还是被拉到了这里 先不说这个出大事了 你家的电消失了 我可就吃不了点心了 你说的出大事就是这个呀 你到底还有多少毒鸭呀 一群蝼蚁 我一次性消灭你们 我们大家一起攻击 你最好不要命令我 就是现在 你这家伙真是不简单 我可是不灭之神 天空城 这在往地面下降 快跑 快跑 那又是什么呀 就像一个巨大半金蟹怪兽一样 不 那可是恶魔 分析结果终于出来了 发现盖恶似的六处弱点 左肩 右肩 左腿 右腿 背部 心脏部位 由于它的再生能力高 若不在短时间内连续攻击的话 则无法将其击倒 最大的难点是心脏内部 你是说要攻击心脏内部是吗 有什么办法呀 没错 就是阿尔伯特给的能量数据盒 但是 那个还没有完成啊 谁说还没有完成的 陈飞 我现在传送给你 小鸭 传奇能量盒 传送完毕 我以阿尔伯特大人的数据为基础完成的 这是可以把身体做成分身状态 同时使用多个星元兽力量的能量盒 原来是利用了有分身能力的金刚能量盒 太厉害了 这下应该就可以打倒那个家伙了 知道了 你还是赶紧试试吧 传奇能量盒启动 龙阵是星元 传奇形态 很好 这回我可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了 传奇能量盒启动 钢铁粉碎圈 叹天屁 牛光星辰战 最后的弱点只剩下心脏内部了 该恶似用坚硬的金属包围着心脏部位 这次就轮到用这个了 微缩能量壁 微光子激光 这次弱点全部被摧毁了 力量更强大的力量 他现在是想要 吸收元星的力量再生 我可不会让他得逞的 星元兽海招 传奇星元王 龙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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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恶寺 让你彻底地感受一下 人类是可以改变命运的 奇迹是会发生的 这是蓝星人和外星人 骑士协力创造的奇迹 银河 银河脱灭战 我怎么会这样 终于解决了 这是多么美丽的光啊 这是被盖恶寺吸收的元星能量 云瑶 你的身体没事吧 现在好像没事了 我能感受到元星能量回到了地下深处 我也好像恢复了 云瑶 哥哥 朋友们 你们做得真是太好了 快看 龙战士奇迹般的胜利 星元士 不 是我们的蓝星 我们蓝星终于得救了 谢谢你 龙战士 太棒了 陈飞 你真的太棒了 陈飞 你长大了 变得伪重了 哦 瘦吉 你怎么了 这次视频的点击量 二十亿次 您盒点心 完成一单 爸爸 我去送外卖了 哎呀 真是的 陈飞 小心点呀 信号信号 很好奇 之后怎么样了吧 宇宙守卫队还是和往常一样 但我们银河轩点心的人气却不断上涨 俊风 借一下宇宙飞船呗 什么 哟 求你适可而止吧 好了 别这么小气了 出发咯 从那天之后 银河轩的点心传遍了整个宇宙 宇宙的订单也在暴增 目的地是阿尔克伊行星 出发 这个可不是送外卖用的宇宙飞船 如果这期间蓝星出现了怪兽怎么办 陈飞 请不要忘记了你自己龙战士的身份哦 喂 你有在听吗 我是持绳在宇宙的银河轩厨师 也是守护蓝星的英雄 龙战士